我叫做叶楚瑜 穿越到修仙世界 本以为可以一路开挂 做的各种美国 我怀送到 可是当睁开眼眉一方 发现自己正被一群小孩欺负 当时就知道这事情不简单 自己这句身体 无背景 无天赋 无实力 妥妥的三无产品 但是 我不想放弃这个来之不易的修仙技术 一直勤奋苦恋 经过三年磨砺 我最终成为了一个杂业 就在刚刚 我突然听到一阵数据夹带的声音 抬头看去 一个系统页面悄然出现 望着那渴望已有的系统面 我激动得全身都在掺 忍辱负重这么多人 我终于等到了 我果断朝着是拍得下去 我终于要开启开挂的人生了 来吧 我的逆袭系统 叶楚云 体质天煞孤星 命述大难领头 结局 一个月后 依旧无法踏入那难临近 被嘴出流云剑腿 下山路上被劫匪一刀毙 瞬间我一口老血裤了腿 哼爹的系统不带这么暖 人生无常 大长包小长 我叫叶楚云 这就是我的开挂人生 估计然还剩一个月的时间 那就说明还有回旋的余地 我在努力升到那临近 一定还有机会能扭转命运 就在这时 我突然听到有人说剑腿 我朝着人群望去 顿时大惊 发现我就能看见 每个人的人生命运 而他们所说的剑子就是大师兄 年纪轻轻就达到了空悠久 动人意论的肖大师兄 我得知了肖大师兄的劫品 还杀气急重 稍有冒犯就会被他杀 既然这个肖师兄这妖女 那我就看看他的人生吧 我看不知道 一看下一条 这特么才是活脱推的主角吧 体质 天选之子 命数 如有天助 天人资质 一个比一个牛逼 结局 成就大地之位 一剑可斩十万天魔 只因杀念太强 最终被正道围攻 死于断神雅 近期转折 意外在一颗歪脖的睡下 获得一株无品血缘 这样的天赋确实惊人 等等无品血缘 那可是稀罕的宝贝 我吃了应该能立马突破到奈灵镜吧 既然如此 心里攸关 对不住了 师兄 我当即赶到北川松 果然发现了血缘骨疼 找到了 只要吃了它 我应该就能摆脱 被赶下山后惨死的命运 我二话不说 立即春夏 虽然味道有点恶心 但是顾客的慢走 我立马抓紧时间 吸收了钱 一下子顾破了三层 直接到了奈灵镜 这下就不用担心 被赶出流于中路 此时大师兄 忽然出现在我身后 冷冷问道 你在这鬼鬼祟祟干什么 看来家来的还是得来 正当我想着如何答复是 随之近看见他的人物面板变 老天爷未犯未得也太过分了 好家伙 没了血缘骨疼 立马就给他补上笔盘眼镜 没有时间惊讶 只得干扰的撒谎 说自己奖心踏入那人机 正准备去内务阁 参加外门弟子考虑 不过对方一点好脸也不可以 只是淡淡地说的 放完事就赶紧过 要不是答应师傅 不再随便杀人 你早就是个死人了 听到这话 我也不再有了 不坑里坑谁 我赶紧谈媚地笑话 师兄 南巡峰今日雾气失重 相度宁愿 还请师兄当心 听完我的话 他果然停住脚步 换出宝剑 横踪而去 看到他离去的背影 我忍不住笑出声来 谁不知道你小平天是个死结病 什么天选之子 气韵加深 还不是被我夺了气韵 经过一番忽悠话 大师兄决定不再去团探 而是向着相反方向离去 我独自来到团探去 连进冰冷刺骨的水底 果然发现了寒烟剑 结果手刚一接触到剑底 立马被一股寒冰轻视动静 可可的寒气更是钻入体 使得我的身体开始流血 我强忍痛一大喊一声 猛地将寒烟剑给拔出 下一个 刚刚还寒冰刺骨的水底 竟然爆发出了一阵萌状 这处热的温度让我意气 老手一饱 变为卧鱼 还被冲起的寒烟剑 整个人失去了平衡 向着水底落去 要知道 乾隆大陆法宝分为四大等级 凡气 灵气 宝气 法气 每种等级又分为上中下三个平级 整个刘云宗只有一把上平法气 并且只有在灭门大难时 才能由宗主持法气一战 刘云宗长老们大多也就只有下平法气 而这寒烟剑就是一把下平法气 虽说是下平法气 但是法力实在紧紧 我能感觉到有一种寒烟循环之气 正在我体内流泛 这简直就是全自动修仙辅度神器 我想着自己踏入了那里 还拿到了寒烟剑 这下我应该能改变命名 走上人生巅峰了吧 结果打开系统面板 依旧是天煞孤星 命数 大难临头 结局 坎可求去了大半辈子 好不容易有所起诉 却遭人暗算 最终被推下悬崖粉身碎 近期转折 一个月后遭仇家所杀 死无葬身之地 看到这种结果 我整个人都惊了 折腾半天只是换个死法 越是小树林传来的叫喊声 我听到了赵玉虎那恶霸熟悉的声 因为这个赵玉虎 仗着他哥哥入了那等 整天为非作祟 估计又是欺负哪个杂役弟子 等着狗到天下无敌 所以我直接掉头离开 继续嚎啸萍天羊毛 保住自己性命了解 与此同时 小树林里一个女孩 撕心裂飞的叫喊 救命啊 你们不要过来 赵玉虎带着一群杂役弟子 让他叫大声点满起来 说着个动手撕扯女孩 看到她的围死 我瞬间就忍不住 飞身上前就这一拳 将她的隔夜半周打了出来 接着就是一剑 将那肥头大耳的赵玉虎 快飞机身 然后摆出一个帅气的口 淡淡地说道 一群男人欺负一个入民 还是人吗 当众人看到来人数 赵玉虎愤怒到了极致 一个废财扫地的 竟敢他怪他的好事 众人也是一个个 争着要上前 教训他们眼中的这个废人 我却淡然地说道 不好意思我赶时间 你们一起上班 这骚发谁听了 不上去踩两脚 我心想正好拿你们 试试着寒颜见面 大屏法器威力凶猛 一个雷霆半跃着 秒杀几个杂役 完全不在发现 顶是一个照面 便将一群人人杀 但却没有下沙士 只是将人全部中伤 雷吉冷冷开口 让这群败类滚蛋 一群人眼看不敌 疯狂逃跑 逃跑的同事 还叫肖让我等着 此刻的我却有些后悔 生怕肖平天 这个大羊毛不在 这是被救的女孩 起身感情 我刚想回头 跟她说不用客气 结果却让我如遭雷劈 秦熙眼 体质 地转世结局 命数 未知 结局 久是轮回中破天地大岛 却在飞生之时 死于九天雷劫之下 近期转 三个月后觉醒 轮回地 地体重速 气运回归 被流云老祖 收为关门地 我整个人都杀 这痛得合理 随手救人 竟然是个转世女 妥妥地救下一个大腿 因为我下巴都要掉到大神 然而秦熙眼此时 似乎还未觉醒 一脸懵懂地问我 他脸一红 娇羞地说道 师兄今日出手相助 熙眼已经感激不尽 这顾原单太贵重了 他不能说 我见他不愿意拿 干脆抓起他的手 不顾他的一脸娇羞 将单药塞给他 一副帅气逼原的模样说道 我不能一直保护你 唯有你自强 我方能安心 收到我便潇洒地转身离去 只留下他一脸羞红 虽然我已经走远 但也听见秦熙眼 那心中碰碰乱跳的小鹿 而落荒而逃的赵玉虎等 也说剑就是他的脑袋 我也要拿下来 此刻正在云霄阁 寻找萧平天的我 却不知道自己已被人盯上了 我刚敢看着云霄阁 黑灯枪 那恶笨大师兄 又突然出现在我身后 悠悠地问道 你在做什么 我吓得直发一气 猛地转身 抱着一根大柱子 嘴里不停地念叨 恶弥陀佛 恶弥陀佛 不过这柱子居然还有点软 也说还挺有弹性 然后还有点软 萧平天刚刚发 我立马蹦出九点九九明远 方作没事人说道 这内务阁好大呀 走着走着就迷路了 还好遇见师兄你啊 萧平天不耐烦地摆了摆手 生气道 这里是云霄阁 内务阁在哪 快滚出去 别妨碍我修炼 我嘴上恭敬道歉 心里缺响 要不是为了薅你羊毛 谁愿意大晚上来这找你这个死结皮 当看向萧平天头顶的系统面吧 好家伙 原来前期被我截糊的血缘骨藤和寒颜剑 都只是开胃菜 在拜会宗主时 获赠机缘线索 一个月后前往后山立珠洞天 顺利获得刘云宗先被传承 并于当日成功感悟 修为突破成功踏入万法界 第二天一早 我高兴地坐着第八套广播体 原来在刘云宗踏入内源界 正式成为外门弟子 而每个外门弟子 都有一次进入藏书阁 而每个外门弟子 都有一次进入藏书阁 寻找机缘秘籍的机会 我为了找点羊毛蒿 早早地便来到了藏书阁蹲点 蹲守一个早晨了 全是平平无奇的倒霉蛋 我起身准备离去 打算明日再来看看 可是一个粗鲁的声音 引起了我的注意 快滚别挡本大爷的路 张仁峰五道世家 近期转折成功踏入内源境 在藏书阁废堆里 发现一本玄间上品秘籍 混原建胎 看到这样的信息 我直呼皇天不负有亲人 一听就是中文 这下那个真是主熟的鸭子 掉完脸了 直接来到悬崖边开始修炼 才两个时辰的工夫 又突破到了内源三层 这混原建胎 不必是专门给建修的炼成一级 身体机能越强 修炼的实力越强 我忍不住再次打开自己的系统面 结局还是没有变化 只是时间已经在倒计时了 头家是谁暂时也不得知 既然如此 还是敢能拿的机缘都拿得在水 睡时候去闯一下黎珠洞梁 正在着突然脚下一个 只感觉整个人悬浮在了空中 整个人都是很大的效果 还好最近修为有所整进 不然砸在地面的一瞬间就已经打了 我还在不断庆幸自己是天煞孤星的命 换做其他人还真不能比 正当我准备离开的时候 就闻到一笔血腥味 那血腥味是从一旁的山洞中藏出来 我感觉洞内蕴含新的气力 便顺着血腥味来到洞内探索一般 哪知道财糖走进去没多久 我便被里面的景象吓了一大跳 随间洞穴里内横七处八躺的 流云建宗弟子尸体 不等我多想挤人手持活把走的剑术 随后外门长老廖昌平 带着另外两人立声问道 你是流云建宗的外门弟子 可是接了任务来的 我连忙解释自己是摔落山崖 然后闻到血腥味才来到这里 一旁的内门弟子却一脸不信 你一个刚入内原镜 摔下山崖 我一点事都没有 鬼才信 这时廖昌平摆了白水 表示现在人手不够 就让我一起过来帮他们 接着便吩咐众人四周搜寻 并让那个胖子和我一起 闻言我就邀请胖子一趟前往 而胖子却一屁股坐在地上 假装不小心崴着了脚 想让我走前面 我却不在意 走在了最前面 因为我早看过胖子的人生面板 知道他的机缘就在洞穴深处 而且还是结识贵人这种大机缘 很快我便在洞穴深处 找到了一位幸存者 想必这位师兄 应该就是系统所说的贵人 接着我打开他的人生面板一看 果然又是一个天生的好命运 而他的机缘 更是会在洞穴里 捡到一颗神秘园台 我心里一阵怪笑声后 抬手就是一大逼兜 扇在了同门师兄的后脑勺上 在确认师兄是彻底昏死过去后 我旋即在周围摸索起来 果然在一块大石后面 发出强烈的奇异光芒 在我苦苦搬动大石后 出现了一间密室 当我进入密室一看 一颗散发着金光的圆胎 赫然悬浮在石桌之上 除此之外 还有一本名为《山海意志》的秘迹 让我没想到的是 这圆胎居然还能引动天地灵气 于是我当即打开自己的系统面板 将两样宝物美滋滋的收入储物空间 随后才将那名受伤的师兄 带到众人的面前 在查看师兄的伤势过后 廖昌平吩咐两个那门弟子留下守住洞穴 接着又掏出一枚信物递给了我 让我拿着信物回宗门领取任务奖励 文言我欣喜不已 终于完事了 接下来就可以去掠夺萧平天的气韵 当天夜夜 我便来到了黎珠洞天 接着我拿出大宝剑劈开了那瀑 随后纵身一跃 跳入瀑布后那隐蔽的洞穴中 信信今天后山都无人把守 应该都掉去看守临时矿了 我才刚进洞穴 就发现两柄巨大的石剑立在门口 看着上面的文字 清楚这就是系统所说的传承试炼了 想到这 我直接抬脚走了进去 下一秒我便出现在一个神秘的空间 而眼前的一切让我震惊了 一众妖魔魅影堆叠着不断向上攀爬 而其上空是一名身形傲然的剑袖 只见他手持利剑 一身强者之气 随后口面反出 我不由赞叹 难道这就是刘云宗曾经的顶级剑袖吗 不过 忽天盖地的剑气竟直丢不升级 我急忙拿出寒烟剑进行抵挡 见此情形那名剑袖冷坑道 无知晓 若想保密 速速离去 而我怎么可能轻易错过这机缘 当即拼尽全力进行抵挡剑 我还在赋予抵抗强大剑袖大手意志 一到两米粗的剑气纷然落下 恐怖的力量让我单膝跪顶 可即便如此 我依旧没有放弃 自从来到这个世界以后 路过的阿猫阿狗都能随意欺辱我 我每天做梦都希望能反击 现在 好不容易有一个翻盘的鸡 我想活下来 我想 成为人上人 很快这股剑气就将我彻底包裹 可下一秒 他却皱起眉口 以为打死了好不容易找来的一波继承 还自我安慰 觉得是自己最后一下用力功 下次一定收点力 可就在这时 那剑修神情一阵 烟雾散去我非奔西部 却一声让我藏住了霸道的剑 而且即便是失去了意识 却依旧保持着抵挡之姿 见此情形 悬浮在天空的剑修却突然仰天长相 好一个坚韧不拔的小子 唯有坚定的心智 方能成就无上剑道 老夫终于能安心于去了 说吧 剑修的残魂开始消散 而我也放缓倒下去 在我倒下时 却将剑修所说的话记了下 大河剑法 共十二层 用心练习就能进入万法境 星圆剑法 乃矿式剑法 或许可到达剑岛巅峰 只可惜只有上部前五层 下部最有可能出现的地点 是在南方南方 当我醒来 发现自己身在一个洞穴当中 旁边赫然是那名剑修的遗体 而石桌之上摆放着两本剑 供我选择 小孩子才做选择 我自然是全都要 时光流逝 中门上下也不苦找寻我四天 而就在同门师兄都以为我已经遇害 我却从西边一路哼着小曲自己走了 中门的长老廖昌平看到后 立即出声询问我这几日都去哪 我随意地说下山修炼曲 这不算这日子回来报道了吗 长老并没有兴趣听我闲扯 摆了摆手表示 让我随他一起去见宗主 文言我心里咯噔一下 很快我便跟着廖长老来到云霄大地 而后一名师兄笑嘻嘻说到 叶师弟终于见面了 本人正是我之前在洞穴 救下的那门弟子断号 这是一旁的宗主顾贤德突然开口了 你就是叶楚云 他话音当怒 一股恐怖的威压瞬间朝我袭来 我急忙稳住身形拱手说到 弟子叶楚云见过宗主 廖长老解释道 原来是宗主想挑选一些外门弟子 给一宗 而段恒师兄举荐了我 文言我当即大喜 多谢宗主和段师兄 就在我跟段恒离开后 顾贤德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 询问廖昌平武阳山弟子 被杀调查的怎样 文言廖昌平扭扭说道 还并未发现任何宗旗 不过据调查 赤鬼宗最近人员调动很频繁 或许有些关系 另一边 为了能一举拿下这次的那门大路 我第一时间来到了后山 打起了手条 在立珠洞天四天内 我已经把大和剑法炼至三层圆满 青人剑法炼至二层小城 境界也提升至了那圆八重 修炼果然还是要靠 丹药和环境的加成 另外还我找到了一本 心脏万花剑 和一块不知用途的罗盘残品 但仅仅是这些 还不够面对那未知的死 或许是烦躁这次狮子飞的更迷 就在这时 一片树叶搜的一声朝我射来 见此情形 我急忙甩出手中的石头 将树叶一分为二 随后我猛然看向身后到底是谁 只见一个老者坐在大树上笑道 好小子 我果然没看走眼 见状我立马打开他的人生面板 发现他竟然是刘云宗的前辈邓童 命术 浩然正气 欲物如神 九剑仙 单身贵族 结局 百年前再与人交手重伤 修为大跌 最终在刘云宗隐姓埋名 闲散逍遥一生 近期转折 下山买到假酒 一路之下砸了酒铺 忽然系统弹出提示 恭喜宿主获得紫色命术顺踪顺水 虽然多了一个紫色的命术 可惜还是免不了一死吗 不过所谓的贵人 该不会就是眼前这位了 于是我毕恭毕敬的拱手作一 老者文言哈哈大笑 不愧是拿走混元剑胎的小 是个可造之才我没有看走眼 随即就将一本七弦剑法扔了管 我立马接住 老者则是说道 我看你体内元气欲解 这本剑谱拿回去练练 对你有好处 文言我拱手致谢 可老前辈却表示 不用谢 他就在内务里了 有时间的话 便去寻他 老头子年纪大了 喜欢跟年轻人聊聊 听到这话我连忙说道 前辈放心 晚辈若有时间 会去拜访我的 老者看着我离去的背影 浮出一抹笑语 觉得我的性格不错 这么多年了 那老家伙留下来的剑法 终于有人继承了 很快时间便来到了宗门大笔 此刻中弟子兴奋至极 听说这次那门大笔的奖励 比一晚要丰厚 第一名能得到 极为罕见的杜恶神丹 还能任选一本秘籍 甚至还能成为 那位影视长老的清传弟子 可我却一脸无奈 怪不得这么多人抱你 排队排死我了 忽然一只胳膊猛地 搭在我的肩上 滚出来 给老子让位 我却一脸无所谓 淡淡地说道 后面排队去 男人听到这发气账 你哥们说什么 我腻了 可花卫说完 我便一拳打在他的肚子上 瞬间就将他打飞出去 数十米远 可妈的 老子最烦装逼插队的人 看着倒在地上的男人 队伍里有人认出 这是今年风投正盛的何手机 居然把他一招秒了 这家伙也太猛了 大个子邱志平觉得 我的力量很错 善子男徐若清 则是问一旁丽姨女 丽姨女孩叶茜 却说两招之内就能解决掉 咚咚咚 宗门大队开始 第一轮百人混战 所有暴农弟子站上波台 调出阎舞台范围 则视为淘汰 而我索性直接加起码 爆出真气 瞬间就让任何人无法靠近 第一轮比赛结束 只剩下的三十人 我顿时有种苦境甘来的感觉 终于可以体验到 一丝丝穿越来的体验感 第二轮 抽签一对一 胜者绝出十二起头 败者直接淘汰 我开启了一拳超人模式 一拳就解决掉了 不停叫扰的对手 第三轮绝出其乐趣 我伸了伸懒腰 没想到这么轻松 就到第三轮了 可众人看着我的对手 却议论起 白竹青这家伙都来了八次了 还真是屡战屡败 屡败屡战 我顿时冒出一股冷汗 八次都没进内容 这是什么情况 下一秒打开他的人生面板 我瞬间内流满 终于遇见比我还倒霉的人 命数 满身晦气 衰兽千年 事与愿违 降于 结局 虽然走备孕一千年 但却在千年之后后继薄伐 成就一番大意 近期转折 前往青霞峰 捡到一块玉卷 不过境界却是达到了远海一处 他看到我的表情也是一愣 看着眼前这个千年倒霉蛋 我也只能道群论好 但白师凶承让 对方却阴沉这里 说了一句 夜师弟 我要开始了 我还在想着 这家伙虽然倒霉 但是修为境界却不差 不能掉以轻心的时候 他话音刚落 就朝我丢出无数头子 而且这些头子靠近我 时变得巨大雾 我眼神中充满了战意 深吸一口气 然后使出了这些个橡胶机关枪 巨大的头部 乱的乱的眼睛 变成了渣渣 观战的人群惊讶不冷 他们没想到我竟如此致命 一拳一个 甚至觉得我才是外门的黑马呀 白竹青却是不屑一步 嘴角上扬 随后再次发起攻击 身形快若闪电 嘴里说着 夜师弟 刚才只是开胃小猜 现在才是真正的 然而他话还没说完 却因踩到一块碎裂的脖子 而失去平衡 脚下一滑 不对 他那的眉神体就在此发 接二连三滑了起来 随着啪的一声 直接摔下了擂台 躺在地上的白竹青泪流满电 他不知道自己为何每次都这么老 他这一招把握也整个困 惊得我下巴都要掉下来 那你 这特么野心 随着裁判的高和 我莫名其妙地赢下了这场比赛 此时在最高处的看待上 刘云宗宗主顾贤德 见此一幕也乐呵地笑着 同时他旁边还站着一个 深谈曼妙的红衣 两人一边看着几处擂台战斗 一边分析自己对弟子的看法 顾贤德觉得叶茜之压怒 是今年最有可能拔得头筹的学生 而红衣女子却不看好 在他看来此女心刀气傲 可惜实力配不上野心文言 顾贤德又把目光看向拿扇子的徐若清 红衣女子的评价是太过正派 修仙意图不能太刚正过了 顾贤德见他如此调底 当即表示这两人已经是本届最好的 这还看不上 那恐怕就没他满意的人了 女人正是刘云宗老祖宏秀 他对于顾贤德的话并不分 而是看着正在爽哭的我 觉得我就很不错 变课后进行六镜丝第一场的第三轮比试 叶楚云对战叶茜 叶茜注视着我 高傲地说道 你能走到现在运气不错 但是遇到我说明你运气又不错 躺下的人群议论着叶茜是外门最强 修为以达远海四城景 觉得我输定了 随着观众对叶茜的赞美 他更是自傲 阴沉着脸让我早点认输 我拿起木剑战起 淡定地说道 运气 我从来没有过那种东西 闻言 叶茜轻蔑一笑 在他看来我就是不识好玩 他直接做出了阅语剑战 却着无数剑战 紧接着双指指向死 认识那些字眼就直奔我了 我横剑在胸前 两种能量相撞 瞬间炸开 无数剑战进出被我抵挡下了 只见一层能量复照绝剑形成将我包裹 我使用的正是七弦剑法中的格挡 便自己全力一挤 被轻松格挡 叶茜也是不敢相信 然而就在此时 我体内的原力突然波动无法控制 同时 叶茜快速袭来 在他看来我就是碰巧倒下他一剑 带到近身 叶茜直接一剑劈下 此时 我也调整好状态 并且完成了序律 当我再次睁开鱼 抱负一声 挥剑迎上 台下的观众都以为我疯了 竟然想用木剑和叶茜的装品 元气对击 当两人的剑碰到一起 元力时 叶茜发现了不对劲 他感觉我的元力深不见 无穷无尽 但是木剑始终是木剑 不久之后便出现裂痕 对装在叶茜的攻击下化为粉末 之后我的身影也被一剑洞穿 对方收回零剑 嘲笑我这点实力进入外门前 十二已经算走日 想进内门就是吃人说梦 看着倒地的我 在听着台下众人的赞美 叶茜很是享受 顾贤德一脸得意 看向一旁老祖 这下你还觉得叶茜不行吗 红袖老祖却是平静地说道 顾贤德 你什么时候也老眼昏花了 方才这小子使的是 山下舞者接会的七弦剑 虽有改动 但骗不过我 而他的武器 更是一把随意打扑的木剑 在这种情况下 叶茜都没能重伤他 这小子 在隐藏实力 方才怕是七成力都没敢使出来 我刚站起身来 就对着叶茜黑黑一笑 你是不是高兴得太早了 叶茜看着我甚至连伤口都没有 顿时大惊 我也很是无奈 都怪树叉上的老头 在我跟叶茜对见那一刻 突然传音过来 他觉得我七弦剑法练得不错 以后若想跟着他练剑 须做到两点 进入内门且拔的内门头筹 另外 不能拜任何刘云宗长老为师 本来想拿个第六名 低调进入内门 我无赖地挠了挠头 想着自己现在身怀剑无名的传承 若是拜刘云宗的长老为师 铁定会报的 既然邓鹏祖是我紫色命数的贵人 我便相信他 最后看向叶茜 开口说道 这次怕是不能让你赢了 叶茜一脸疑惑地说道 一头老母猪也能上天 叶茜被我的话瞬间激怒 直接使用了秘法 只见他一口咬破手指 将手指上的血液划在剑身上 随着血光环绕的剑 就冲向我通了过来 只见他猛地一跃而起 喊向我的右肩 吓一秒 寒烟剑出现在我手中 随意地格挡了一下 他的剑就脱手而出 叶茜只感觉手上传来一股滚烫的温度 不得不放开自己的剑 任由其掉落 当剑落地后 叶茜看着自己还冒着烟的手掌 完全不敢相信刚刚发生的一切 当他再次看向我的时候 只感觉我的气势无比的恐 跟之前简直是判若两眼 他感觉自己在我的面前 如同蝼蚁一般的渺小 我高决了一件慌了 叶茜 你真的太弱了 然后 熬叶茜挥出了无比大气的一剑 叶茜没有了剑 只能靠着双手去抵抵 一剑擂台上发出巨大的爆炸声 旋起 叶茜倒飞了出去 观众全部关掉了给你 难以置信 这是一剑秒了吗 这特么还是 干得是吗 这压刚入外门几天了 进步也太恐怖了 一号场叶茜茜胜出 二号场邱志平胜出 三号场徐若清胜出 抽签交换战场进行第二轮战力排斥 邱志平抽到我 一阵大笑 裁判 这一场我认输 裁判一脸无语 你倒是上了擂台之后再认输啊 邱志平笑道 大家都说我是一个含火 但其实我机智的一批 然后 他看向我 竖起一个大拇指 说道 林师弟加油 第三轮结束 邱志平自动认输第四名 徐若清不敌我 排名第三 东河实力较强的叶茜第二名 我自然拔的头筹 大笔最后一轮 与内门弟子对战 采用替换制度 一旦内门弟子失败 即刻逐出内门 胜者则进入内门 而赵玉虎的哥哥赵玉龙 笑着走进擂台 享受着重心捧约般的感觉 赵玉虎提高嗓门大打 哥你快跑去 你不是叶茜龙的路 可惜太过嘈杂 赵玉龙却是啥也没有听到 赵玉龙还以为弟弟在给他加油 比出一个自以为帅气的姿势 回应道 五弟放心 哥哥会替你报仇的 赵玉虎却是五的脸 知道玩犊子了 我不其然 赵玉龙毫不犹豫 就选择了我作为对手 赵玉龙振振有词地说道 这可是我特地跟长老求来的名义 今天我就来挫挫你小子的锐气 周围弟子见证瞬间愣住 这货才应该叫赵玉虎 真这么火 在一旁的赵玉虎已经泪流满面 哥 是我对不起你啊 赵玉龙一脸凝笑地看着我 让乖乖给他磕头认罪 还想要我的寒颜剑 我只能表示 我好怕胖 现状赵玉龙便犯起了红眼病 冷哼的 敬酒不吃吃法酒 说完就拿着长剑就朝我跟西二大 嘴里还叫嚣着今天要打得我满地长 结果他一个恶狗不实 顺势一刀劈下 却被我轻松走开 赵玉龙见我只是闪臂 别嘴不屑一笑 小子 你再不出剑了就来不及了 我悬于半空握紧拳头淡淡开口 对付你 不用剑 拳击就是一拳风车 赵玉龙被震得到手里 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不 我身形四剑朝他细去 顺势便使出了喷流绝技铁 撞得他喷出一口鲜血 然后赵玉龙身形如同炮弹般飞了出去 就在他要摔下擂台时 我却伸出一只手 猛然一把抓在他的脚上 赵玉龙顿时留下了感动的泪水 心中直呼我试得好 随后我玩起了大厨八十 小厨四十 来回用赵玉龙的脸修补泪开 台盘这时一脸冷汗让我停下 心中觉得我是在公报丝绸 我一脸呆萌地表示赵师兄还没认输 赵玉龙这一听立刻抬起头来断断续续说出 我认 认输 看着被打的鼻青脸肿的赵玉龙 周围弟弟子很无赖 对此本次内门大比结束 进入内门的弟子共有四五 并且都能够获得丰厚的奖 然后只见顾贤德带着红袖缓缓走出来 并介绍道 这位是青霞峰的红袖长老 今天来 是为了在你们中挑选一位做他的清传弟子 文言 叶倩开心不已 以为会选择他 但红袖却开口就是问我 你可愿意拜我为师 我虽不敢称自己剑法无双 但万法金已经先有敌手 拜在我门下你的赤坡 而且青霞峰你弟子中毒 到时候也好为你说一名亲事 众人听后 都是羡慕祖父 叶倩更是气得嘟起了嘴 我却拱手对着红袖说道 红袖长老 我很抱歉 我只想做内门弟子 不想做清传弟子 他一嘟 叶倩一行三人顿时大惊 红袖一脸怒意 地旁的顾贤德提醒道 红袖长老多年没动过收服的面包 看上我是我的机缘 但我依旧表示自己没有做真传弟子的打算 红袖摆了摆手 难得还有人不愿意做他的弟子 倒是有趣 但紧接着对着顾贤德说了一句 既然他不想 那就好好让他做他的那门弟子 我长叹一口气 要被那个臭老头坑死 不过拒绝红袖 除了答应老头不败任何人为师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早看到了红袖的人生面板 静剑 阴阳静的强者 命数 镇派宗师 红颜薄命 求道者 大县将至 苍生一念 近期转折 在清霞峰丢失一块玉绝 看似完美的人生面板 可惜 大县将至 寿源将近 香消玉允变在一顺 飞机跑到内务阁藏书楼 抱着一个遭老头的大腿声位俱下 要求老头对我复杂 并告诉老头 都是因为他老人家 我才得罪了清霞峰的红袖长老 清霞峰可是只收女弟子的一脉 整个刘云宗没有哪个男弟子 不想住在那 老头却让我别哭了 保证一个月内 助我踏入远海境 见我不相信 老头坦白自己是有了教授我的心思 说着就要带着我去三楼 任我随意挑选一本秘籍 文言 我两眼曝光 要知道三楼那里 可是清传弟子才能戒约的秘籍 我直呼赚到 就在我认真挑选的时候 老头却很是无语 因为我已经挑选了整整一个小时 我很是苦恼 因为拳法和长法没兴趣 身法种类又太多 老头却很是买 觉得我没有继续探图剑 而是虚心弥补不足 是一个可造之才 他决定帮我选 悬击一本名为 《冲躯鬼法》的地阶上品身法 直接飞了过来 我拿着这本身法 很是开心 因为学会后能举不生风 幻影一行 随后又在邓鹏祖身上蹭了蹭 问他跟红袖长老熟吗 邓鹏祖一脸嫌弃的回答 他们认识很多年了 转念一想问我又在打什么混注 我立马解释之前得罪了红袖长老 想弥补一下 邓鹏祖想了想介绍起来 红袖长老虽然看着冷酷 但对徒弟都很好 青囊相授之可惜 他的几个徒弟运势都很好 时常碰到大小机缘 但凡是讲究因果 得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终会被反噬 我瞬间明白他的徒弟都死 原来这么多年红袖很少收途 就是怕有白发人送黑发人 不过以他的命格 一般人确实顶不住 邓鹏祖听了我的话 提醒我 他虽然叫红袖 但却是目前宗门辈分最高的人 那门长老皆把他称为流云老祖 我一脸震惊 想起了那天晚上被我所救的秦夕燕 他的近期转折中 就是会败在流云老祖文下 若是我能提早让他们见面 那可是给了流云老祖一个大礼物 他应该不会再找我麻烦了 流云宗女弟子住处白夜风 秦夕燕正被几名杂役弟子欺负 要求他替大家当职扫地 听到几人的话 秦夕燕呆萌的说 自己已经帮他们当职好几次了 若是被长老发现定是要被罚的 这些杂役弟子文言不仅不害怕 还很是嚣张的说 长老们没有控管他们 都在忙大笔的事情 然后这群杂役弟子 自顾自的谈论起了大 更是觉得大笔夺魁的我才是最帅 这些言论被秦夕燕听到后 默默地说了一句 不愧是叶楚云师兄 好厉害 然而一旁的杂役弟子听到 忽然恶狠狠地看向他 不悦地问秦夕燕 叶师兄的名也是你能叫的 不愧是癞蛤蟆想吃片鹅肉 想攀复叶师兄吧 秦夕燕也不甘示弱地说道 叶楚云师兄才没有你们想得那么夫妻 他不做清传弟子一定有他的道理 此话一哭 顿时尹德三名杂役弟子恐怖大笑 他们都不觉得秦夕燕能认识 其中一女更是自傲地走近秦夕燕 说他有个远方表哥和我相熟 劝秦夕燕认清地位 不要痴心妄想 就在这时 一道秦夕燕熟悉的声音响起 请问秦夕燕是住在这里吗 几名女子闻言顿时心花怒放地朝门口望去 来的人正是他们口中所作 玉树临风风流倜讨 未来可以比肩大师兄萧平天的我 我刚进入秦夕燕居住地 就见一个女人骚气满天地问我是不是找她的 我一脸猛逼地问她是谁 软身拉起秦夕燕的手 表示有点是找她帮忙人先带走 那女人不知好歹挡住我的去了 说秦夕燕今天还要帮她扫地 更是嚣张质问我要带她去哪 对于这样的人 我从来不惯着 爆发出气势反问道 我带她去哪 还要向你交代 三人敢说到我气势下的冷汗直冒 连连避让 我拉着秦夕燕一路朝着青霞峰而去 不明来意的她 只能红着脸让我先放开她 我这才意识到有些不妥 旋即放开她的手 连忙道歉 当我再次查看这傻妞的人生面板时 果然 那天之后她连破四季 连圣体也觉醒了 然后我表明来意 想推荐她代替我去做红袖长老的弟子 秦夕燕惊讶地看着我 觉得自己不行 我上前就是一个壁东 凭借着三吨不乱之事了 对傻妞直接就答应了下来 我给了她一块玉 让她在见到红袖长老时候拿出来 她却问我哪里得到这块玉卷 我随口说是捡来的 实际是在看了白竹青和红袖的人生面板后 想到了这玉卷 然后再从白竹青这个老挡霉蛋那里来 当来到青霞峰 我扯开嗓门大喊 内门弟子叶楚云求见红袖长老 并且表示给红袖长老送来一份大机缘 保他准喜欢 结果下一秒 一股能量猛然朝我起来 我迅速躲开 只见仙气飘飘的青霞峰长老上光满 不于半空 满脸怒意地问我 谁允许你在青霞峰前大吼大叫 我也知道此人不好留 连忙解释 自己并无冒犯青霞峰 由于之前让红袖长老不高兴 这才想要弥补一下 这女人觉得我带来了一个脆体劲的杂役 就是羞辱青霞峰的 不仅不停手 反而又在手上凝聚了 然后释放不无数能量的 好得我激舍而来 我心中暗骂 这封脖子来真的呀 果然上了年纪没道理的女人 好狠 虽然不识 但也只得赶忙换出孩子 吃力地抵抗着这女士起来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响起 长老起慢 一见来人 正是断横师兄 这封脖子却像是吃了炸药一般 大吼道 断横 你要干什么 断横上前攻守 想要替我解释 让上官长老给个机会 可他还没说完 就被一道能量贯穿 击飞了出去数米远 疯女人继续凝聚灵力 咬牙切齿地说 断横算什么东西 也配叫他做事 红袖见状立马赶了出来 阻止了上官晚 但据点神隐名 叶楚云 本座倒要看看你带来的究竟是何人 若是无能之人 本座保你神魂俱灭 我不以为意 一把将傻妞推了出来 表示整个刘云宗 没有人能比秦熙岩 更适合做红袖的弟子 秦熙岩一脸担忧地看着我 我安慰他别怕 并让他拿出欲绝 闻言 秦熙岩手捧着闪闪发光的欲绝 说是自己在青霞峰剪刀的东西 此番想着乌归远主 红袖顿时大惊 像是想到了什么 嘴里不停地说着 原来如此 随后降落下来 并没有去拿欲绝 而是抬起秦熙岩的头 认真的看了起来 并吩咐上官晚退下 要单独与我和秦熙岩谈一谈 上官晚不理解为什么 在他看来 秦熙岩就是平平无奇 觉得我在满口无言 但是红袖却不惯着他 让他退下 红袖知道眼前的秦熙岩 虽只是出行 但已出见真容 假以时日 必将名震整个修行界 秦熙岩可不是普通的杂役 而是大名鼎鼎的 上古神皇血脉的传承者 红袖觉得我无视线引擎 肯定想在他那里讨要好处 我也不客气 发赞红袖一番后 说想而让他在将来 我遇难时 能保我一命 红袖却是心中暗笑 觉得我是有多怕死 不过我却能看出血脉传承 他反而对我更加感兴趣 旋即红袖大手一挥 答应了我的要求 溜出一片惊艳 说是有起死回生之效 我接过惊艳 红袖又告诉我 他会对外宣布 我和秦熙岩拜入青霞峰 我只需要每过一段时间 去一下就行 不用管理其他事情 我顿时泪流满面 大呼 多谢红袖长老 红袖长老人美心善 成命千岁 而断衡这时 也不知道从哪里跑了出来 我也连忙感谢 他刚才打断上官网的持续输出 断衡很是豪爽 觉得这都是小事情 不必挂在心上 反而夸赞我修为进步神速 两人就这样交谈着 离开的青霞峰 并且还打算在日后 一起修炼内门功法 我也不好拒绝热情的断衡 几日后 平时在这个时间点 断衡都会来找我 今天却迟迟不见踪路 虽然最近跟着邓鹏组 还有断衡在修炼 但修为一直卡在那圆九层 邓鹏组说 想要突破 需要一场实战 正在我想着 去哪找实战机会时 就有人从我身旁跑过 说是五阳山矿洞被袭击 不少弟子已经丧命 闻言 我大惊 想着断衡不会 也去了五阳山吧 就在这时 断衡满身是伤的走了过来 立马关心了起来 他却表示并无大碍 已经在山门简单包扎过 说着就拿出一块玉 送给我 说是他从五阳山 拿回来的圆阳玉 有滋养零器的功效 我感动出了泪水 连忙说道 师兄 你对我太好了 断衡告诫我 袁阳玉的事情 千万不能让外人知道 否则长老肯定要找他的麻烦 就在两人出话间 一道身影快速掠过 我只是瞟了一眼 让断衡先回去养伤 我去看看 我在树林中 凭借着身法快速移动 但还是跟丢了 疑惑昨晚到底是什么人 难道是在监视我 然而灌木中一阵沙沙声 引起了我注意 心想着 追了你一晚上 终于让我找到了 随后兴奋着一跃而下 准备给对方致命一击 不过迎接我的 却是闪电舞连边 我直接就梦了 地头就撞在了 沙包大的拳头上 鼻血飞溅而出 我捂着鼻血坐了起来 看清原来是 肖平天这个天选之子 而且 这货又开始叠buff了 还即将获得一本神秘古典 对于这货 我只能连连说是误 肖平天却觉得我 擅闯林霄阁的后山 让我快滚 这时宗主顾贤德 从肖平天身后走了出来 也是疑惑地问道 怎么是我来了 我急忙拱手 弟子拜见宗主 顾贤德笑着说 我最终还是拜在了 清霞丰明下 而我却然后开启了 胡周模式 什么红袖让我下山历练之类 闻言 顾贤德就让肖平天 带着我去参与 陈家宝的任务 肖平天很不愿意 觉得他一个就够了 我却委屈地说 宗主 我还是不麻烦肖师兄啊 我不能拖着师兄的后脱 顾贤德自以为 看穿了我的心思 笑了一笑 整个刘云宗 只有我静静如此神速 让我多跟着肖师兄学习 做完挥手就走了 我见状 立马来了一个 九十度鞠躬答应了下来 然后笑嘻嘻 靠近肖平天 师兄 那我们走吧 心却想着 终于可以继续阅读他的器语 据说陈家宝 每隔十年 都会举行一次祭祷大典 刘云宗历年 都会派人保护 看着热闹繁华的街道 我向他好奇宝宝 不断询问着肖平天 肖师兄告诉我 这次任务 是确保陈家祭祷大典 顺利进行 并且让我闭嘴 不然割掉我的舌头 吓得我 只好闭上了 就在这时 陈家管家陈志宝 见识肖平天亲自来了 赶忙笑眯眯的赢了上来 肖平天则表示 刘云宗最近发生不少事 陈家宝的事 只能踏烂 陈志宝看我在一旁 立马谴媚的询问我是谁 正反我的肖平天 不悦地说 我是非要跟下山的杂鱼而已 他要去和陈家主商量事情 让我别跟去 没想到对方却说 我是闲散人员 让我自便 显然这陈管家 是个欺软怕硬的家伙 看出肖平天对我厌恶 想给我个下马威 来讨好肖平天 我也无所谓 吹着口哨 准备自己去逛逛 然而 一道身影对着我 就扔出了一坨石头 不过 我早就发现了 对方一点不慌 假装蹲下去擦鞋面 顺势就躲了过去 不过石头 却砸中了陈管家脑袋 我还故意说了一句 谁家熊孩子 还搞这种恶作剧 家丁连忙扶住 还在破口大骂的陈管家 当他转头时 只看见了我 觉得 是我这个不知名号的 矛头小子 在报复他 立马就喊人 把我团团围住 想要教训我 见状 我询问对方 这是何意 陈管家咬牙切齿说 要替刘云宗教 叫我规矩 话音刚落 一群家丁就恶狠狠地冲了过来 我面无表情地 等着等着对方 然后一群人扭打到了一起 在陈管家看来 一个刘云天的杂谜 也比起在身上 就是在找死 几分钟后 一群家丁横七树八 倒了一地 我踩着不断求饶的陈管家 询问对方 为什么不分青红皂白就打人 这就是你们陈家的做事风格 然而 一个女生大喊着 让我快放开他陈叔 我转头看去 一个刁蛮的女孩 手里拿着鞭子 说我再不放开 他就叫他爹杀了我 我却笑嘻嘻地表示 少威胁我 没猜错的话 刚才那个石头 就是他扔的 闻言 对方立马承认 就是他 本小姐想丢谁就丢谁 还没人敢跟本小姐叫嚣的 说完就甩住鞭子 要对我不客气 鞭子快速地想着我的头袭来 我脸色一黑 轻松地就抓住了对方的鞭子 反问对方 要怎么对我不客气 然后我轻轻一拉 对方大惊 身体不由自主地向前被拉了过去 女孩因为惯性 瞬间失去了平衡 向着我的怀里扑了过来 她心中还想着 就要被我抱住 她不要 她还是个 我很顺其自然地跳了起来 没看她一眼 吹着口哨准备离开 女孩却暴跳如雷 说我是个坏人 她要让她爹杀了我 就在这时 陈家家主陈南风 带着萧平天和段恒 一起走了出来 询问怎么回事 女孩哭着向着陈南风求救 在一番说明后 陈南风明白了来龙去脉 陈南风立马训斥起女孩 说平时太惯着她了 整天瞎胡闹 但女孩还想狡辩 陈南风也只得捂着老脸 让她住口 都是她先挑起的事端 然后陈南风 把矛头指向管家 和几个家丁 要将他们拉出去杖杀 闻言 管家不断磕头求饶 我连连摆手 陈家主 小以承接就好了 我该打的已经打过了 要是再有不服的 也可以再来试试我的拳头 陈南风听后 抱拳想要怨付300克零食 补偿我 对于天降横财 我肯定不会拒绝 一番客套后 陈南风让他们全部滚去柴房撕果 让管家送女孩回房 五日不得出门 在路过我时 陈家小姐双拳紧握 怒目言真地瞪着我 愤恨离去 然而 就在他们离开时 一名家丁大喊着 不好了 冲了进来 陈南风询问什么事情 慌慌张张 来人立马说 魏阳山上的暗哨守卫目报 说 山上来了一群鬼鬼的碎碎之人 恐会影响祭祖大典 闻言陈南风大惊 我却笑着 看向萧平天的戏统面板 心里想着 又可以掠夺他的器语 我得知他即将获得神秘古迹 便跟随他来到了魏阳山 但是这里 连个鸟叫虫名洞 本是诡异 正当我疑惑 那群鬼鬼祟祟的人在哪里时 一节树枝断裂 掉了下来 顿时明白有情况 大喊着 小贼 马里逃 跟随着萧平天追了什么 对方提高速度 拼命地想要甩掉我们 我心中不禁感叹 对方速度好快 借助充须法 才能勉强跟上 平时谨慎的我 感觉这人好像有意义 我们去什么地方 就提醒萧平天 可能是个陷阱 但萧师兄却毫不在意 反而提高了速度 并祭出零剑 朝着对方杀去 只听哭吃一声 竟然击中了对方 那人瞬间 从树上掉落了下去 萧平天也不犹豫 直接把剑架在对方脖子上 让对方说出身份 然后帅气地吐出三个嘴 否则死 对方却笑着表示 萧平天可杀不了他 因为这是专门为萧平天 准备杀罩 当萧师兄一剑斩去 对方身形虚化 大笑着扑了过来 萧平天再次展出一剑 对方却消失在哪里 看着逃跑的身影 萧平天知道 对方使用的是幻术而已 当我赶来时 萧平天让我速回陈家宝 让断横提防赤鬼宗 他说完就击射 不几张剑气 便追了出去 留下连敌人都没看到的 一脸猛逼地望着他的背影 然而一道身影 却从树后走了出来 觉得我一个那圆镜的小跟班 不足为惧 居然告诉我 萧平天中了困仙阵法 要跟他的假想 敌战的不死不凶 我却冷静地说 你们赤鬼宗 我杀不了他 你身上的古谷 最终也会被他拿走 闻言 死人惊讶地看着我 心想我怎么知道 他身上带着古谷 我嘿嘿一笑 其实刚刚是炸他的 现在看来真的在他身上 玄机提剑使用冲虚鬼法 闪身到了对方面前 他却不敢相信 我一个那圆镜的速度 居然这么快 就在他愣神刹那 我毫不犹豫地一跌 一只断手飞出 伴随着一声淒厉的杂叫 忽然地看着对方 说道放过你也可以 你得先把解针的方法告诉你 对方却说 不知道解除困仙症的方法 既然他不说 那我就没办法 一箭将其砍杀 第一次杀人 虽然有点难以接受 但我清楚 如果不杀他 等他回去报信 会有更大的麻烦 当我捡起神秘古谷 却发现 这古谷 以我现在的修为 竟然无法打开 只能将其收回系统空间 至于萧师兄问题不大 所以我选择回陈家宝 我回来时 天已经亮了 大量的赤鬼宗弟子 在城墙上警戒 地上都是陈家宝手的尸体 看来赤鬼宗 已经攻占了陈家宝外 段师兄在里面 不知情况如何 看着阵势 我清楚墙床 肯定不行 地混进去 我穿着赤鬼宗衣服 大摇大摆走得过去 守门的赤鬼宗弟子 让我把霍玉拿出来 我尴尬地在口袋里摸着 心想霍玉是个啥 玩独子 还真没有只能硬闯 见状 守门的赤鬼宗弟子 立马解决了起来 忽然有人大喊一袭 随即大量赤鬼宗弟子 一把 抬头看见 赤霞峰长老 青传弟子徐万众 带着一众留意中弟子 正在攻击防护罩 我趁乱溜进了车 心想 怎么来的都是青传弟子 和内门弟子 萧平天被针对 陈家宝遇袭宗门 也没派遣长老来解答 赤鬼宗对陈家宝 势在必得 现在我一个人 很难做到里应外合 希望能尽快找到 一起想个对策 一到城内 就看见两名赤鬼宗弟子 抓住了说着 狠话的陈家宝守卫 一名戴银色面具的 赤鬼宗弟子 毫不犹豫地 杀死了那名守卫 另一名戴金色面具的 赤鬼宗弟子 觉得陈家宝修士 太过顽抗 只要突破成竹府 这最后一道防线 东西就能到手了 躲在墙后的我 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原来刘云宗长老们 死守在武阳山 无法前来 金面男孙妇 无论如何 都要拿到那两个东西 说完就要转身凝去 但立马又停住了脚步 叮嘱迎面男 千万别被人发现 迎面男似乎发现了什么 朝我走了过来 然后拍在我肩膀上 问我在这里干什么 我连忙回答 外围刘云宗的人 正在破阵 我往前线去禀报 随后发现脸被遮住 就看不见系统面板 迎面男拿出一份 家族府内的地图给我 让我去通知其余人 按照标记的地方行动 我打开地图一看 觉得攻击点很分散 根本不像是攻陷 而是在找东西 迎面男大吼道 愣着干什么 赶紧去 我应了一声就跑了 城主府外同样惨烈 陈家小姐正带着家丁抵抗着 可惜完全不是赤鬼宗弟子对手 一名赤鬼宗弟子 舔着剑人 不懈地看着眼前的几人 随后高举长剑 就要砍向倒地的家丁 伴随着一声剑人 和一声惨战 陈家小姐和家丁 下得不知所措 其余赤鬼宗弟子见状 立马询问 怎么回事 谁跟他们是自己 陈家小姐惊讶地看着我 其余家丁却觉得 我只能那眼镜 修为还没他们高 我冷笑一声 让他们看看 那原镜的厉害 旋即使出充须鬼法 瞬间就消灭掉几名赤鬼宗弟子 看着不断被赶杀的赤鬼宗弟子 陈家小姐和两名家丁 惊讶地无以复加 消灭掉敌人 看向两名家丁问道 两位有什么需要点评的吗 两人吓得连连白手 陈家小姐嘟着嘴 表示我很强 对于之前的事 要向我道歉 我不以唯一地表示 过去的事就算了 询问他 段师兄人现在何处 陈家小姐摇着头说 赤鬼宗刚攻进来时 段师兄带着人出去迎敌 后来就失踪了 我有些疑惑地看着他 反问道 失踪 当来到主殿时 一群人正围着陈南风 七嘴八舌的诉苦 陈南风也只能尽力安慰众人 气得陈家小姐脸颊通红 他觉得这些人 平时拿进陈家好处 关键时候 居然想临阵脱逃 就在这时 我拿出地不孝道 陈家主 我或许能解燃眉至极 一群人闻声看来 听闻 我有办法解决眼前危机 陈南风连忙询问具体细节 我将计划告知陈南风 说明赤鬼宗 是盯上了陈家紧要之物 一群墙头草 却想着拿出东西换命 但陈南风力排众议 决定按照我的计划行事 在干掉一个赤鬼宗弟子后 我长呼一口气 看着被吸引到这里来的赤鬼宗弟子 越来越多 我奋不不身地迎了上去 因为我轻手 赤鬼宗内外受敌 皆有消耗 目的必是迅速找到宝物撤离 只要撑到刘云东 乌布外围的阵法 就能度过此街 这些人实力虽弱 但像蝗虫一样 太多了 不过经过实战后 身体却又要突破的迹象 与此同时 房顶上两名迎面男 看着奋战怒 其中一人觉得我很有意思 只是他们 在宗祠里没有找到想象之物 另外一人却说 这群人在这里舍死防守 不会有错 况且 刘云东的长王 不到一个时辰就能赶来 需要加快速度 动手 回后一人猛然跃出 大喊着 我来会会 你小子 朝着我的后背 就袭杀来 虽然我反应很快 但肩膀还是受伤了 死人舔得全刺到 区区纳元进小毛头 让你嘚瑟这么久 不会真以为自己实力有多强吧 我捂着伤口说道 盯了我这么久 终于啃下来了 在对方惊讶的目光中 我告知 引得雷电四射 一股惊人的气势 腾胜而起 口中说道 这招练成 你是第一个计划 就用你来试试这招 面对我突然增强的气势 对方警惕了起来 在我一剑斩出后 对方是轻松躲开大笑道 我还以为有多强 你这剑法伤害最高 可惜速度太慢 注定不是我的对手 旋即对方 蓄力完成说道 小子 你这招漏洞太大了 划落强力的一拳 打来 我只能举剑格挡 但是对方力量太过强了 直接将我轰飞了出去 如此情况下 我反而嘴角上扬 和我预想的一样 倒飞的诚实 无数剑气以我为中心 开始挥击 对方完全没预料到 我还藏一招 反应过来的迎面难知道 我根本没想用大和剑法 而是为了骗他近身 只见我大和一声 去 无数剑气击事而出 在我的控制下 剑气精准地朝着对方飞去 如此近距离的一击 对方知道 这一招堵不开了 强大的冲击 轰然爆炸 伴随这一阵凄厉的 我稳定身形 家丁们也高声呼唤 我却眼神凝重地 看着不远处说道 别高兴太早 他还没死呢 正如我所说 对方看着另外一名 迎面难说道 黄射你还在等什么 黄射淡淡地说道 太磨叽了 下次再这样 就杀了你 话音刚落 你就挥出刀 一轮无语纹笔的刀器 直接将家丁毁上 我大惊黄射速度好快 充须鬼法 还勉强堵开 而且 清元剑法 对我身体消耗太大 我直接选择 三十六计中最后一计 走为上计 赤鬼宗两人穷追不舍 我想着 还有红袖给的保命抵抬 难道真要用在这里吗 然而陈家小姐 却在向主招手 让我过去 此时全自然 已经开始蓄 心想包了 迅速朝着陈家小姐扑了过去 就在她刚站的位置 轰然爆炸 还好我将她扑倒 她却红着脸 娇羞地看着 忽然一层能量照 将我们两人 所在地包裹了起来 陈家小姐 看着我疑惑的表情 介绍道 姐姐是陈家老祖留下的 尚能支撑 她又哭着说道 只是家里的叔叔伯伯们 跑得跑 死得死 我立马安抚她 询问她的父亲在何处 回到大殿 陈南风客气地打着招呼 然后她让陈小柔去外面看着 别让人靠近着 她有话和我说 当陈小柔离开后 我让陈南风有话直说 她却直接跪在地 求我救救陈小柔 我连忙将其扶起 陈家主不渴 这是做什么 陈南风叹息道 陈家已经无力回天 我还想要劝说 长老们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她垂头放弃道 这祖宅屏障 是陈家最后的防御 最多维持不过一刻了 陈南风继续抱拳道 陈某只想在临死前 求你一件事 忽悠小柔进入青霞峰 我有些尴尬地说道 以我目前的状态 自身难保 恐怕很难带陈小姐离开 陈南风却笑着 拿出一件宝物说道 此物名为玉吃力 乃陈家祖上流传下来 陈家因其壮大 最终怕事 也要因其消亡 说着 就将玉吃力给了我 继续说道 叶师弟 心性纯粮此物托付给你 我很放心 随后 我会用秘法 将叶师弟和小柔 送出陈家宝 我清楚 这就是赤鬼宗要找的东西 立马收了起来说道 陈家主放心 有我叶楚云一日 就绝不让陈小姐受半点委屈 随着一声巨响 大门被人踢开 一群人拥了进来 陈小柔还想阻拦 若不是我爹将你们带进来 你们早就死了 王家家主王恶大喊道 都死到临头了 还管得了那些 陈家主 赤鬼宗要的东西 你该交出去了吧 难不成真想让大家 给你们陈家陪葬了 陈南风不慌不忙说道 诸位 请容我准备片刻 叶师弟 麻烦你带小女 先去那一间等候 当一出门 陈小柔急忙问道 叶楚云 他们不会比我父亲 交出东西吧 我透过门缝 看着陈南风的人生面板 境界 玉空七宠 体质 顶圣门 命数 兴衰之变 女儿奴 侠之大者 结局 与陈家宝启动家族秘阵 被断横折磨至死 陈南风背负双手道 诸位很怕赤鬼宗吗 我却是震惊不已 段师兄折磨陈家族 怎么回事 随后陈南风捏碎一块玉石 大喊道 赤鬼宗要来就来吧 然后他疯狂的大笑起来 其余人见状面露 惊恐询问陈南风要干什么 一声巨响 想扯天地 防护罩从内部破开了 全刺男直接猛化 迎面男却很是淡定 提议要进去看看 而我和陈小柔也 直接悬浮了起 陈小柔还大喊着 爹 你要做什么 快放我们下去 随后 大殿内传来一声声惨叫 窗户上也溅满了鲜血 门突然被打开 只看见陈南风是 陈小柔哭着 想要停下阵法 但却无能为力 陈小柔扑在我的怀里大喊着 叶师兄 我求求你 救救我爹 你救救他呀 我很是无奈地 将其搂入怀中说道 陈小姐 如果我们现在出去 陈家主所做的一切都白费了 迎面男笑地说道 你们若是走了 我会用最折磨人的方式杀了他 陈南风像是毫不在意 温柔地说道 柔儿 走 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 陈小柔的哭喊声 迎面男的嘲笑声 看着眼前的一切 我自知无能为力 我迅速地一击手刀 将陈小柔打晕了过去 抱着还在求求的陈小柔 不甘地看着下方 含着泪水说了一句 对不起 画作一道流光 朝着流云踪方向 急迟而去 感受到传送速度 逐渐变慢 力量也开始消散 我猜测陈家主已经不行了 这时 敌人也追了上来 看来跑路 已经行不通了 我决定利用杂乱的地形 与对方周旋 然而 我抱着陈小柔 直接砸向了地面 一道声音响起 不要再挣扎了 你跑不掉的 乖乖把东西交出来 我饶你们不死 我艰难地爬起来说道 哼 我若是把东西交给你 你肯定立即就把我们杀了 我抬起头 看着他嘴角上扬道 我说的对吧 断横失凶 我却没想到 他居然是赤鬼宗奸行 还要让我交出陈家宝 更过分的是 还要五阳山矿洞那种东西 我不慌不忙 站得起来说道 原来你一直处心积虑的接近 就是为了那个 你怎么能确定在我身上 断横笑着表示 他杀死王双前 了解道 只有我去过洞穴深处 况且我最近进步太快了 所以只能是我获得了机缘 随着系统 叮的一声响起 我发现 我的结局和近期转折 发生了改变 我将在落峡谷陨落 望着系统面板 我意识到落峡谷就在此地 心中暗骂之前 不是还有半个月了 看近期转折的情形 或许还有转机 只要吞下杜恶神丹 被打成重伤 或许能够扭转生死 我也不再犹豫 直接将杜恶神丹吞了下去 没想到断横去放声大笑 在他看来 杜恶神丹 至少也要远海尽才能吸收 我现在服用 只能被这股能量撑爆身体 简直是在自寻死路 果然如同他所说 我感觉头晕眼花 一口鲜血吐了出来 断横大笑着觉得 不用他动手了 甚至嚣张地让我交出密贸 他就送我一程 让我早点结束痛 不然他就让我更痛苦点 我却想着来吧 只要再重伤一下 他一声巨响 寒颜剑主动挡在了我的身前 断横也不由大惊 在他看来 只有法器之上才会护住 我一个纳元镜 怎么会有磁灯宝 一道道刀器 全部被寒颜剑主动挡了下来 我心中也是很诧异 想着 现在也不是你表忠心的时候 得让他打伤我才行了 断横见状更加开心 不断打笑 觉得我就是他的贵人 杀掉我后宝物 就是他的了 我故作镇定地 继续刺激对方 反问他 刚才的攻击有碰到我吗 让他放马过来 心中却想着 寒颜剑护主防御力虽高 不过在我手里 就发挥不出来了 文言断横果然被我惊 直接冲了过来 我也不甘示弱 冲了上去 然后假装手拔 直接将寒颜剑丢向了一趟 张开双臂 迎接断横的攻击 心中想着 只要躲开要害挨一下 又如何 白把我打成重伤吧 断横像是听到了咒 乐器就准备给我迎头一击 然而 意外来得如此迅猛 寒颜剑又回来挡下了这一击 甚至讨好似的 在我头上蹭了蹭 我体内的那股能量 已经在到处冲撞 要不是有混元箭胎练体 恐怕就真要暴体了 这一切在断横看来 都是我故意在嚣张 说着 让我等死之类的 结果头上就挨了一石头 直接被砸猛逼了 原来是我使用了嘲讽 嘿 孙子 这就放弃了吗 断横气的浑身发抖 使用出了血魔风禁术 随着他气势上涨 两颗巨大的血色骷髅符 嵌在他背后 在断横的命运下 两颗骷髅头 阻断我和寒颜剑的连续 他也终于抓住了我的脖子 断横将我提了起来 让我别再挣扎了 我只感觉脖子快断了 想着再不重伤 就真的要死了 为了刺激断横 我使出了断子的绝孙脚 给他来了一个鸡飞蛋打 此时的断横 完全陷入了暴力状态 对着我的胸 我开始了连环暴击 打得我不断吐血 然后我感觉一阵精神恍惚 断横大笑着松掉水 呵呵呵 没实力还嚣张 真是愚蠢 拈死你比拈死 一只蟑螂都容 然后不断在我身上乱摸 嘴里还说着 可惜让你浪费了一颗肚饿金丹 不然我必能踏入通幽境 摸索一阵后 发现我身上并无他想要的东西 转而看向一旁的陈小柔 坏笑着走近 全身颤抖不止的陈小柔 此时的陈小柔 还在为我的担心 断横将脸凑了上去说道 去下面陪你的叶楚云哥哥吧 然后一刀捅入陈小柔的后背 又在他的身上翻找了一番后 还是没发现宝卧 与此同时 陈家宝战火不见熄灭 随着刺拳男背一箭击杀 廖昌平擦掉剑上血字 寻味徐万柔 可有萧平天和叶楚云的下落 徐万柔表示没有 不然谁也免不了被踪的重则 堕峡谷中 陈小柔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 断横疯狂地撕扯着我的衣物 大喊 陈南风绝对是把玉尺里 给了这小子 当我一生不挂 时断横更加疯狂 怎么可能没有 该死的东西到底藏奶了 混蛋死了 还得老子找麻烦 断横甚至已经将我的肩膀 抓出了血摇晃着我 而疯狂中的断横 丝毫没察觉到寒颜剑 瞬间寒颜剑已经解除了血摩封禁术 当断横一拳袭来 我感觉到体内的灵气又开始流动了 伤势也在逐渐好转 断横这时反应了过来 没有犹豫 直接与我拉开的距离 周围的灵气也被我大量吸引 不过在断横看来 我没死掉 那就是上天都在绑海 他觉得只要我还有口气就好 这样他就能知晓宝物所在 而此时的我已经踏入见羞远海境 我心里却想着即便晋升成功 但能否扭转生死局 就要看看这件羞远海境有多强了 我身上灵气大圣 轻浮寒颜剑 大合剑法 蓄力完成 而断横根本不在意我的突破 在他看来 跟他遇空境差了一整个境界 我脚下一用力 直接一剑斩了过去 再次验证了 坏人都是死于化的 断横根本不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 瞪着双眼惊恐地看着我 我却不给他反应的时间 紧接着使用出轻圆剑法 断横扭头看着已经完成蓄力的我 心中大惊 快速飞身跳跃 想要与我拉开距离 仔细已经完了 轻圆剑气的足够 瞬间就追上了断横 只听到了 他开始不断惨叫 就算如此 我依旧没打算停下来 再次汇聚灵气 七弦剑法 完成蓄力 无数剑断横 再次袭向断横 一道道剑气 怪不断 他哼得哇哇大叫 心中怎么也不明白 我如何变强 伤得不成样的断横乃是不尽 不可能 这绝不可能 明明插着个大境界 对 剑 剑修远海境 这是什么境界 我一剑架在他的脖子上说了 你拜了断师兄 此时的断横还反应过来 他拜了 断横跪在地上不断求饶 别杀我夜师弟 求你被杀我 我已经被你废了修为 对你威胁了 饶了我 我可以告诉你 一个命 你知道了 一定要放过 这个老六 喜欢撕扯别人衣服 可惜被我抓住机会 反杀 为了饶命 要告诉我一个命 五百年前 万里黄沙之地 不然出现一座宫殿 名为镇荒殿 传说那里面有西式秘宝 还有令天下人 闻风丧胆的修炼秘籍 无数强者 试图强行进入其中 但都被顺杀 而赤鬼宗 一直在寻找的御吃里 以及五阳山 被封印的神秘园胎 还有一种未知之物 断横缓慢站起身 继续说道 这三样物品 都是传说中 能开启进入镇荒殿的钥匙 断横颤颤巍巍的 想要离开 同时还表示 他知道的 就这些 只要我饶他一命 他愿意 在赤鬼宗当卧底 并打探 关于镇荒殿的消息 一旦镇荒殿 再次降噬 这些机缘 都是属于我的 我却不屑地笑 断横听后 开心地以为 我放过了他 然而没走几步 他的腿 就被冰封住了 坎妹地转过头问我 刚才答应放他走了 怎么说话不算话了 我一甩寒颜巍说道 师兄你该不会以为 我还是那个 任由你拿捏的软柿子吧 你这种残暴无良 虚情假意的小人 不除掉你 日后必留下祸端 说完 我抬手就是一箭斩出 断横的头 滚落在我脚下 我淡然说道 画这么大的一个饼 有用的信息量都没有 鬼能幸免 我长出一口气 想着赢了断横 我的必死结局 应该就此改变了吧 玄机打开我的人生面板 我瞬间压麻呆住了 那么的命格变成了厄运之子 这比天煞孤星还衰 命数更是变成了陆入无为 结局也变成了被推下悬崖 粉身碎骨的死局 我麻木地盯着系统面板 想着被剥夺内门弟子身份 又是什么鬼 不过现在不是想这个的时候 再不就陈静柔 估计血都要流干了 我摸了摸他的脉搏 还好一吸尚存 现在我身上能救命的 只有这片金叶子了 一日后云霄阁 掌门顾贤德大吼道 这就是你办的好事 陈家宝348户 前来道贺的百名修士 被屠戮殆尽 宗内外门弟子百名 内门弟子十几名死伤惨重 说完 顾贤德随手一掌挥出 廖昌平直接被击飞出数米 廖昌平害怕的说 已经查明是断横勾结赤鬼宗 只是找到断横之时 断横即死 而顾贤德最担心的 却是洪秀 愤怒的大吼道 流云老祖 岂是你这样好糊弄的 文言廖昌平立马拱手道 断横和叶楚云交往密切 如果我们坐视 叶楚云也有叛变的事实 叶楚云是流云老祖的门人 想必流云老祖那里 就不好再怪罪你了 听到这顾贤德 捏了捏鼻梁说道 可惜了那小子的天赋了 算是同意了廖昌平的计划 就在这时有人来报 叶楚云带着陈家小姐 陈静柔 移入宗门 没一会儿 流云宗戒律堂中 我被人直接摁倒在地上 萧平天坐在主位上看着我 而戒律堂长老洪海 拿着断横送我的玉说道 你与断横交往紧密 这赤鬼宗的信物货誉 也是你身上搜出来的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我这才知道 这玉就是赤鬼宗的货誉 而我却笑着说道 我说 我是被人陷害的 你们会信吗 话音刚落 我的头发就被揪了起来 萧平天凶狠地说道 别浪费我时间 看到你我就不爽 师尊交代 要不惜一切代价的调查清楚 萧平天拿出镇魂钉 面无表情地 让我赶快承认 不然就让我尝尝 这阵魂钉的滋味 一旁的红海也劝我 最好是老是承认自己的罪行 然后叙述道 这阵魂钉 除了让人修为尽失 灵魂千疮百孔 无法再修炼 最煎熬的是能让人日日夜夜 都尝尽钻心骨的痛楚 他们为了把事情 推到我头上 也是煞费苦心 居然连这么恶毒的刑剧 都搬出来了 闻言 萧平天不再犹豫 直接丢出一枚 眼看镇魂钉 就要刺穿我的头颅 一声脆响后 镇魂钉居然弯了 萧平天诧异了 红海更是惊到 怎么可能 而我也茫然了 萧平天再次丢出 无数镇魂钉 而结果也无一例外 全都弯了 这直接把红海整不会了 觉得我的头是钢筋做的吧 早看我不爽的萧平天 更是恶狠狠地 抓住我的衣服 在他看来 我今日必死 直接就要插我眼睛 而红海连忙上前 拦住了萧平天 让他别冲动 不然就要 坏了宗主的计划 而就在这时 一声悦耳的女声响起 我看谁敢 这个男人被狠狠地 按在地上 只因他成了 那个无辜的背锅侠 画街上级 就在萧平天 即将叉我双眼时 秦熙岩犹如一位 冷面的女士 阻止了萧平天 滥用私刑 地旁的红海 也连忙提醒萧平天 宗主要的就是 这个时候放人 萧平天还不肯罢休 阴沉这理论 识谁的意思 秦熙岩也不甘示弱 让萧平天注意态度 按辈分 萧平天得喊自己小师叔 萧平天不愿回到 小师叔的意思 线下该如何处置 秦熙岩直接搬出红袖老祖 罚我去看守山门 近思已过 文言萧平天 只得放开我 当他是与秦熙岩擦肩而过时 萧平天警告秦熙岩 再敢用身份嚣张 就杀了他 得救的我不断感谢秦熙岩 觉得他刚才太帅了 跟着流云老祖 修炼进步神速 甚至连气质都不一样了 秦熙岩却停了下来 一脸冷酷地低着头 下一秒 立马变回傻妞表示 他刚才都是装的 其实他挺害怕那个萧平天的 我看着他的 越来越变态的人生面板 惊讶他一个月不到 就从脆体三重 升至纳园八重 而他的劲气转折 竟然是因为我被关进第三日 看到这里 我也是一阵心疼的 看着这傻妞 然后摸着他的头夸奖道 秦师妹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见我如此开心 秦熙岩也是立马提醒 是宗主 怕掌网们责怪 才将锅甩给我了 他们肯定还会对我下手 我表面虽然笑着 让傻妞放心 心中却是清楚 刘云宗也待不久了 半个月后 刘云宗守山人小屋中 我盘希尔做修为 已达原海五重镜 随着对混元剑胎的 修炼的深入 大和剑法和青元剑法 也都已经领悟到 第五层和第三层剑法精髓 突然睁开眼睛 原来是这灵石不分昼夜 吸取灵气 导致半山灵气稀薄 使得我修炼解慢 上次能够防住 镇魂丁的缘由 还不得而知 等见到老头子 或许他知道答案 我又想到 为央山得到的古谷 急忙打开储物界面 准备研究一下 如何解开古谷上的禁止 但原本放进储物界面的古谷 无翼而飞了 就在我抓狂的 以为是被系统偷了事 系统立马给出了答案 原来古谷 是上古文字翻译本 甚至系统 直接帮我把上古语写的 山海意志 翻译好了 它分为上下两部 上部是上古 珍奇异寿的介绍 下部则是一门古老 且强大的玉兽秘诀 我毫不犹豫 就修炼了起来 因为我深知在这个 弱肉强食的时间 实力越强 才会有更多选择 几日后 守山弟子 被一名强闯山门的 玉兽宗弟子打伤 此人体型彪悍 带着一只巨大的白虎 见人就伤胸很异常 而我却上前 摸着白虎的毛 觉得手感真不错 白人见状 面目凶恶倒 下等货色 也敢碰我的咒火 说完就扔起拳头 抄袭来 看着她的人生面板 我知道又能夺取契域 还是送上门的紫色机缘 她的近期 转折中写着 在流云宗大云峰 发现一个古旧洞子 而此人修为 也不错达到了远海八重境 可惜我随手就挡下了 她全力一击 抓住她的拳头 我手上稍稍一用力 骨骼断裂的声音 就传了出来 我看着她说的 连我一个看大门的 都打不过 真是丢人 然后一脚 将其踢飞出去 她在地上连续撞击了数次 在白虎的帮助下 才停了下来 顾不得腾碰 她连忙命令白虎杀掉我 白虎眼睛闪烁着冷冽的光芒 她猛然跃起那种力量 仿佛能撕裂空气 面对如此凶手 我却冷哼一声 因为这正好是事刚学的这招 欲受绝安抚 白虎瞬间变成了可爱大猫 甚至还给我跳了一段科目三 靠近我后 直接给我来了一个爱的贴贴 李吴泽见状大喊 咒虎 回来 我享受着白虎的温柔 淡然道 你确实有御兽的天赋 只可惜遇到了我 我用出御兽绝攻击 白虎马上进入 目标 正是他原本的主人 就在这时 一个老头 从李吴泽背后走了出来 这个男人 准备放虎咬我 不料我去回御兽绝 就在我让白虎攻击时 突然出现一个老头 老头上来就笑脸相迎 通过系统 我知道 他是御兽宗长老李虹 都说伸手不打笑脸人 我连忙拱手道 宗内有专门看顾灵宠的地方 希望长老不要为难我 李吴泽 闻言觉得他的助武娇贵 万不可留在此处 李虹表示 愿意遵守刘云宗规矩 李虹很是守规矩 留下白虎 带着李吴泽就走了进去 李吴泽走的时候 还不忘记放狠话 而我一点也不害怕他 现在最关键的是 先去将他的机缘收了 这个洞府走了很深 依旧什么也没有看到 当我从树林中穿出时 发现了一条灵气逼人的小溪 眼前的景象让我呆住 原来这里不仅灵气浓郁 还有好大一片药田 我不仅暗叹 那个李吴泽 真是走了狗屎 能找到这来 就在我采集灵钥匙 药田中间一道绿光 吸引了我 我随手将其捡了起来 仔细观察后发现 药田的药性 都被这东西吸收了 管他三七二十一 先拿着再说 保命的手段不嫌多 当我带好 系统的提示声响了起来 我抬头看去 近期转折有了新的变化 原来赵玉龙 赵玉虎这两个人 还敢搞事情 我下定决心 这次就让这俩货 有来无回 三日后 我的木屋外 两个人真的来了 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树上还有一道生意 屋内早爬满了无数条蛇 我却装作若无其事 继续睡觉 而赵玉龙花了重金 买下的远海金大蛇 也悄然靠近我 血工大狗 一口朝我咬下来时 趴在门峰的赵家俩兄弟 认为我已经被吞入蛇腹 不想我却出现在他们后面 吓得两人一哆嗦 稍一愣神后 赵玉龙大喊着 要找我算账 我笑着反问 想杀我 就凭你们两个 赵玉龙拿出葫芦丝 就吹了起来 而赵玉虎回答道 叶楚云多行不亦必自弊 想你死的当然不止 我们两个 随着音乐响起 大蛇再次向着我袭来 我思考着 这七彩狂猛 我怀疑是那个李吴泽 和这两个蠢货串通 我身形还没站稳 就听见赵家俩兄弟的嘲讽 在他们看来 我现在只是个臭开门的 死了也不会有人在了 还让我磕头认错 闻言我不但不生气 嘴角上扬 准备以奇人之道 还至奇人之神 两人见我毫无道歉的意思 觉得我死到临头 还敢狂妄 连忙催动七彩狂猛 朝我攻击 当巨大的阴影 出现在他们头上时 这哥俩发现了不对劲 下一秒 两人 直接被七彩狂猛 一口吞了下去 因为我用出了御兽诀 帅气地反问两人 你们说我的命没人在 难道你们的命 就有人在乎吗 而就在我准备离开时 背后传来一声 叶楚云 你好大的胆子 萧平天阴沉的脸上 泛着诡异的笑容 继续说道 宗门内公然残害同门手足 我青眼所见 你还有什么话说 我头也不回的 淡然的 师兄出现在这里 还真是让人意外啊 萧平天突然出现在我背后 可我刚驯服的七彩狂猛 却主动护主 率先朝着他袭去 萧平天颜色一凝 丝毫不把七彩狂猛 放在眼里 只见他随意一指 我顿时感觉 一股强大的灵力 从我身边划过 竖剑起切割 看着这一幕 我清楚换作 说我可能连一招都戒不住 只能俯首就擒 云霄阁大殿内 顾贤德带着四名长老 亲自审问我 顾贤德上来 就给我扣上了 与赤鬼宗勾结的罪名 然后又指控我 杀害同门 上官晚虽然恼怒顾贤德 映射流云老祖 不过在他看来 现在已经无人再能袒护我 红海和另外两名长老 更是直接想要杀掉我 我却镇定自若地 告发萧平天 驱使同门残害自己 为果构陷弟子 扰乱宗门秩序 唯一年 顾贤德轻信猛了 上官晚也猛了 顾贤德阴沉着脸 萧平天更是清精暴露 红海气势汹汹地站出来 意图将我立刻带去 戒律唐处决 而上官晚立马阻止了 暴露的红海 想要看看顾贤德的反应 顾贤德强忍着怒火 让我说来听听 我直接质问萧平天 为何那么晚会 出现在山门 萧平天面不改色 心不跳 谎称自己 从山下做完任务回来 恰巧看见我杀害了同门 我继续问他 有没有看见赵家兄的所作所为 他不耐烦地回了一句不测 我笑着在怀里拿出 流向水晶 质问萧平天 为什么会出现在其中 看我拿出流向水晶 萧平天终于不淡定了 顾贤德和几位长老 不可置信地看着 逐渐清晰的画面 赵家兄弟身后树上 有着一个身影 我躲开七彩狂猛攻击时 背后树上同样有着一道身影 随着画面放大 那道身影 正是插一桶爆米花的萧平天 我再次质问萧平天 看他现在如何狡辩 更是说明 赵家兄弟明明是死在自己的灵宠之下 我碰都没碰到他们 顾贤德和一群长老见状 都自知理亏 只能互相对望 掩盖尴尬 终于顾贤德甲壳两声 表示萧平天是他安排下山去鞋的 路过山门 只碰巧撞见罢了 既然那两个孽障金座剪字 便不再追究 然后白手让大家散了 随后众人各自交谈着 又要离开大殿 我却一动不动站在原地 突然 我叫住各位长老 询问他们 萧平天墓堵同门相残 作弊上官 这算不算残害同门吗 文言萧平天再也不淡定 指着我就准备动手 顾贤德自知 今天理亏阻止了萧平天 阴沉着脸 看着还在找借口他 听完狡辩的萧平天 顾贤德 只得罚他去蜜珠洞天 四过一个月 虽然心寒 但我心知肚明顾贤德 这是明着禁足 实则是让萧平天 去蜜珠洞天街传城 可惜那里机缘已被我夺取 回到木屋 邓老头已经备好酒菜 我一杯接着一杯 想要戒酒消愁 邓老头却说 我现在心境不利于修炼 加上我体内 还有大部分 毒恶神旦的灵力没吸收 容易走火入魔 我说出了心中不快 觉得看清楚了 刘云宗 宗主不顾道理 众长老熟视无睹 刘云老祖更是不闻不问 然后笑着感谢邓鹏祖借 我流向水晶 否则今日我百口莫辩了 而邓鹏祖 让我不用放在心上 等我强大了 自然不会再受到不公的呆 并告诉我剑修体质 万中无一 也许我真能成就见到真境 站到剑修巅峰 我表示自己要是能站到剑修巅峰 邓长老必定已经见到化神 我这一顿彩虹屁 直接把邓鹏祖拍得哈哈大笑 两人就这样开心的 让松鼠都无法入睡 然而邓鹏祖突然开口表示 他要离开一段时间 我联盟查看邓老头的人生面板 因为他居然多了个黑色的命数 命不久已 他的结局从原本的逍遥一生 变成了重伤垂死 同时也印证了这个命数 看出问题的我连忙说 要为他补上一挂 邓老头认为 我是在装神弄鬼 我故作高深告诉他 自己祖上是占卜天命的 随后若有骑士般的掐指 算了起来 邓长老 此去必是王北 一定要万事小心 如玉洞府 但凡选右边 必有大劫 切记切记 听完我的话 邓老头上前 就给我后脑勺一大逼动 更是觉得我在咒他 然后他单手指天大喊 这贼老天 能卖我何 看到他的举动 反而搞得 我还有些不好意思 只希望邓老头 这次能逢凶化吉吧 与此同时 云霄阁中 顾贤德盘息而坐 闭眼问道 不是让你去那了吗 萧平天连忙解释 那里的机缘 被人先一步夺走了 闻言 顾贤德震惊不已 在他看来后山境的 有人把守 就算有人误辱 内卫的考验 一般人也无法承受 萧平天更是觉得 这件事情与我有关系 因为我的修炼速度太快了 顾贤德听到我的名字 若有所思说自己 从廖昌平口中得知 断衡是被我一招致命 此消息一出 萧平天顿感惊恶 神色凝重 顾贤德见萧平天 神情紧绷 便温言宽慰 在他看来 我虽进步迅速 但终究只是远海境 要超越萧平天 仍需时日 顾贤德拍着萧平天肩膀 让齐先回去安心修炼 这件事 他会处理 准备离开的萧平天 忽然开口表示 当时赵家兄弟 控制着七彩狂妄 但驾驭方法 只有御寿宗才懂 新闻此言 顾贤德脸色骤然阴沉 若是御寿宗胆敢 对刘云宗无礼 他有办法应对 这个男人竟然诬陷我 还好我早有准备 拿出监控画面 他非但不死心 还嫁祸御寿宗 第二天云霄阁内 顾贤德询问我是否还在责怪他 我表面笑嘻嘻 表示弟子不敢 内心深知 这个道貌黯然的老狐狸 又要坑害小爷我 顾贤德则表示 御寿宗来刘云宗 是为了灵界大笔 和丢失的一只灵宠 而这只灵宠 逃入了魏央山 想让我协助御寿宗找灵宠 闻言 我知道这事 肯定没有这么简单 于是我轻辅尚额 表示陈家宝一战伤到了头 魏央山的地形 着实有些忘记了 顾贤德黑着脸 正要说些什么的时候 我的声音让他停了下来 因为我一脸生畜无害地表示 丹金蜜典里 有能让人清晰记忆的药方 只是那些草药相当珍贵 不知宗主舍不舍的 顾贤德陪笑着 让我有什么需求 尽管写下来 半个时辰后 我拿着写好的清单 递给了顾贤德 当看到这流水账般的清单 顾贤德内心直呼 我是来他这里进货的 顾贤德越看内心 越是万马奔腾 我甚至还来了一句 宗主您要是觉得 为难就算了 一听我这话 顾贤德反而下定了决心 这就差人寻了 给你送去 我连忙表示感谢 看着我离开的背影 廖昌平咬牙切齿地 告诉顾贤德 说我明显在敲竹杠 有些珍贵药材 居然一口气要几十株 顾贤德虽然不爽 不过只要我一死 他就能全部拿回来 当天下午 白竹青带着两名外门弟子 拔乃了清单里所有的资源 其中一名外门弟子 觉得我一个看大门的 不配他们帮忙搬运 另外一名却告知他 我可能要恢复 那门弟子身份了 可惜我自己清楚 那是不可能的 顾贤德不惜下血本 也要让我去卫阳山 死刑必死 这让我更加确定了 离开刘云宗 就在这时白竹青表示 顾贤德让他与我 一同下山历练 听闻他也要去 我有些忙 我满脸黑线 顾贤德真毒啊 派人盯着我就算了 关键还是这个千年老没逼 这不得连累 我也倒霉吧 而白竹青 却信心满满地催促我启程 我哭笑不得想着 说不定两个倒霉蛋 父父就得正了 当天夜里 我们一行四人 来到了卫阳山 离红拿着灵宠 指引石在前带路 来到卫阳湖时 幸好消失了 离红觉得 灵宠就在这湖里 我顿感不妙 顾贤德为骗我来卫阳山 理由都懒得想 因为御寿宗 带着指引石上山 何须用我来指路 离红拿出碧水浇珠 让李吴泽和白竹青下 水去把灵兽带回来 我和他在岸边接应 我本以为顾贤德想借刀杀人 但御寿宗 根本没有对我下手的意思 为了闻多起见 我循问离红 此次任务 我们宗主可有特别交代什么 闻言离红大惊 反问我是如何得知的 就在我以为他要动手时 他却哈哈大笑起来 并解释顾贤德强调 让他保护好我 只要护好我 灵界大笔会多分一些资源 给御寿宗 在他看来 顾贤德对我十分宠溺 越听越糊涂 我干脆直接看起了 离红的面板 好家伙 离红命数多了一个死结 还是被刘云宗迫害而死 就在这时 李吴泽和白竹轻游了回来 大喊着不好了 灵兽死了 离红想不通 遇空境巅峰的赤火炎尸 怎么会死 我连忙查看白竹轻面板 这货多了一个牢狱之灾 再看向报告壶中 有大凶兽的李吴泽 他虽然没大变化 但近期转折表示 在卫阳山遭遇偷袭 看完三人面板 我瞬间明白 顾贤得的歪主意 半个时辰后 我一人安静地坐在湖边 突然树林里传来沙沙声 我知道该来的还是来了 一棵大树上 两名蒙面人看着我 其中一人疑惑 怎么只有我一人 另外一人倒是觉得正好 我慢慢起身笑道 我早就知道 你们不会放过我 随后 看着其中一人说道 让我猜猜 你是廖长老 这两个老六 居然悄悄尾随我 但我早看穿了 廖长平一脸猛 不知我咋发现的 另一人倒装的挺深沉 以为掌控全局了 卫卫大哥 你这么壮 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是萧平天啊 我拍了拍身上的灰尘 起身调侃萧萧平天 说他嫉妒我人缘好 劲不快 怕我取代他剑子的地位 他一听怒了 觉得自己随便动动手指 就能要了我的命 旋即就是一招断风斩批来 我急忙侧身躲开 下一秒 一团毒液朝萧平天袭去 萧平天狼狈躲开后 开始四处张望 想找出偷袭之人 这时 李长老和李吴泽 带着妙精缠除献身 盯着萧平天两人 原来在几个时辰前 我就告知了李长老三人 顾贤德打算杀了我 趁机勒索御寿宗 几人本不相信 但在我以性命担保后 李长老才愿意听我安排 由于我提前预知到 老梅逼被抓后会被终身囚禁 只能让他离开卫阳山了 此刻 只剩下我和御寿宗两人了 剑已经暴露 廖昌平扯下面罩 劝说黎红离开 他们的目标 只是我一人 黎红哪会上他们的当 他让我和李吴泽 下水逃断 然后念动法觉 手一抬 白玉神居凭空出现 双翅展露 气势非凡 金光闪烁的双眼 充满智慧和力量 廖昌平毫无聚色 手中红线翻飞 一掌猛然挥出 汇聚的无数灵力 如狂风暴雨般 直袭白玉神居 这些红线 如同活蛇一般 精准无误地 缠绕住了白玉神居的四肢 神居奋力挣扎 两天发出一声悲怨的嘶吼 眼中的璀璨光芒 也随之消失 白玉神居在瞬间瘫倒在此 四肢无力 彻底失去了战斗能力 黎红内心惊恐 他发现自己的灵力 竟然无法掉动 身体仿佛被某种力量抽空 虚弱无力 廖昌平毫无顾忌地坦言 由于玉兽宗在谈判中 坚决不肯让出灵脉 他们便暗中 在黎红的晚餐中 下了软骨伞 以确保计划万无一失 黎红目睹 我和李吾泽 被萧平天紧追不舍 心中充满了无奈与无力感 萧平天大喊着 让我停下 我特么只是打不过 又不傻 停下来 还不得被你打死 萧平天攻击 朝朝都冲我而来 他再次一击临风斩 我只得使用充须鬼法 快速闪躲 见状李吾泽都好奇 这家伙是不是跟我有杀父之仇 对此我只想说 我也想知道 萧平天见我能跟上他出剑速度 更加疯狂地追杀我 就在我以为要完蛋时 突然出现能量屏障 萧平天瞬间猛逼 我惊恶不已 廖昌平目瞪口呆 李吾泽茫然无措 黎红灵力忽然暴涨 气势大声大喊道 想杀人 就先过了我李某人这一关 廖昌平很是不甘 知道黎红动用了秘法 即将神魂俱灭 黎红狂笑道 我不是为了他 我是为了御寿宗 随后 一只巨大的灵羽虫鸣鸟 被召唤了出来 灵羽虫鸣鸟 乃是御寿宗的正派神兽 而且未曾认主 不受黎红影响 廖昌平慌了 急忙命令萧平天截阵御敌 看着即将作画的黎长老 还在让我快走 我默默记下了这份恩情 随后便和李伍泽一平跳入水中 而萧平天也只得放弃追击 感受到岸上的战斗 居然能影响水温 我们在避水珠的保护下 快速下潜 不然依旧会被波及 快游到水底时 能受万法镜巅峰攻击影响 让我们身形不稳 李伍泽担忧李长老男生廖霄二人 湖底避难非常久之际 这时 我发现湖底有道光 或许有生路 我们迅速游过去 进入后竟是个单独空间 且隔绝了水 突然园胎开始躁动 难不成这里面有什么危险的东西 而李伍泽的表现 让我诧异了 他却急忙让我晋升并指向一旁 我顺着李伍泽手指的方向望去 顿时惊讶地发现 那竟是一条龙 而且 其修为竟然达到了通幽境 就在这时 上面的战斗越来越激励 耸击声不断 我们两人知道麻烦了 因为恶龙被吵醒了 为了躲避追杀 慌不择路地 躲进了蛟龙的巢穴 没想到 这竟然惊醒了 这头沉睡中的巨兽 在这旁向上的浮沙 一道庞大的身影 从深邃的水底缓缓升起 搅动着周围的水流 形成巨大的漩涡 一头浑身覆盖着 坚硬鳞片的巨兽 双眼犹如两团炽热的熔岩 在深海的黑暗中 燃烧着愤怒与狂暴 我和李伍泽 没有任何犹豫 把腿就跑 两道强劲的水柱 从他身旁 骤然喷涌而出 在蛟龙的爪子一挥之下 我迅速运用冲须鬼步 勉强躲过了这一击 但李伍泽却没那么幸运 被水珠狠狠击中 好在蛟龙似乎受了伤 李伍泽才得以解回一条命 但危机并未解除 蛟龙张开巨口 开始吸收周围的灵力 水流混合着灵力 形成了一道的强大的紧张 水中带有蛟龙灵力 沾上会大量消耗我们的灵气 使得我们无法前进半步 李伍泽急忙开始默念法诀 妙精蝉除被召唤而出 对着蛟龙 就是一口万年浓潭 根据山海意志记载 我知道妙精蝉除排名167 毒性极强 欲空境之下处之秒死 不过眼前李伍泽的这妙精蝉除 根本不是蛟龙的对手 这蛟龙 虽然一点不受毒性的影响 竟在山海意志中 没有任何记载 李伍泽这货找准时机 竟然抛下 我独自冲进了洞口 一旦妙精蝉毒液爆发 我肯定也得交代在这里 李伍泽从召唤出 妙精蝉除那一刻开始 他就已经把我算计了进去 这个家伙真是个老六 自己跑了就算了 还特么炸毁了洞口 更重要的是 毒气也蔓延过来了 就在我以为自己难逃一劫时 胸口的树叶吊坠 突然发出淡淡的光芒 忘记树叶吊坠来历的宝子们 请一部本合集二十四集 真是天助我眼 这玩意儿原来是必毒的 这魔胶实力太强 使用玉兽诀 恐怕只能激怒他 趁着蛟龙啃十妙精蝉除的时候 我反向朝着蛟龙的洞内游去 没准藏有什么宝贝 但很快 我就重重地撞在了一堵结界上 这结界厚实无比 显然需要一把钥匙才能打开 就在这时 蛟龙已经完全击败妙精蝉除 他灵活地游动巨大身躯 直奔我而来 看着死的不能再死的妙精蝉除 我知道自己已经无处可逃 只能拼尽全力一战 我调动全身灵力 使出了清源剑法 但蛟龙的鳞片坚硬无比 我的攻击对他毫无作用 巨大的龙爪将我抓住 我已经无力反抗 我剩下的就是嘴匠了 大泥丘 你快把你爷爷捏爆了 蛟龙像是听懂了似的 捏得更紧了 我他妈真的快GG了 就在我快要昏迷时 突然听到一阵奇怪的声 紧接着 我体内一股熟悉的能量 将魔胶推开 我跌坐在地上 身上金光大盛 看着漂浮而出的圆胎 我知道这个小家伙 终于要出来了 下一秒 圆胎炸开 蛟龙有些害怕地想要逃跑 可还不等他跑 一道身影 将蛟龙庞大的身躯 切割出无数道口子 刚才还威武的蛟龙 竟被耍团团转 毫无还手之力 我心中大惊 这神秘圆胎 到底孕育出的是什么怪物 关键他还知道 攻击蛟龙的弱点 招招致命 似乎是诞生了灵质 就在他给蛟龙七寸处 来了一个对穿时 蛟龙被斩断 一颗蛟丹掉了出来 那我就不好意思地拿走了 这可是好东西啊 怎么也得提升一个大境界 但还没等我接触到蛟丹 他却不翼而飞了 转头看去 一只小猿猴站在我肩膀上 正津津有味地吃着蛟丹 虽然有些无奈 但想到这小家伙 刚刚救了我一命 我也就试然了 因为我面前 还有一头完整的蛟龙尸体 嘿嘿 这次可真是赚大了 蛟龙身上的东西 可都是宝贝啊 这只小猴子 正准备享用美味的烤鸽呢 结果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一箭就把烤鸽给斩了 肖平天和廖昌平 看着已经弃绝的黎红 还有不省人事的李吴泽 再三确认 黎红已经没了生机后 廖昌平催促赶紧离开 但是肖平天似乎还不甘心 一直盯着河里 想继续追杀我 廖昌平觉得 李吴泽为了活命 已证实我死在了河底 不过 为了以防被其他人发现 廖昌平带着李吴泽离开 留下肖平天 带人守在渭阳山周围 就在天快亮的时候 我从河里钻了出来 看到还有一丝元气的黎红 我连忙上前救着 黎红虚弱地抓住我的手 让我别白费力气了 我还想劝说 送他回玉寿宗 他却白手示意自己 气数已尽 廖昌平也受了重伤 每个几十年 怕是恢复不过来 就在黎红说明 周围有埋伏时 小猴朝他跳了过去 黎红不敢相信地 看着小猴 随后开始狂笑 觉得这是天不绝 玉寿宗的好兆头 笑吧 黎红严肃地问我是否 还想继续留在刘云宗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 与刘云宗从此只剩恩怨 黎红听后 将玉寿宗质宝勾玉 递给了我 让我给玉寿宗宗主看后 他自会明白 随后他还宣布 从此就是他的清传弟子了 我坚定地表示 定不负所托 在夜色中 我吃着烤鱼 围起山海意志 没有小猴的出处 黎红虽然也不知道 小猴的身份 但他能感受到 小猴身上散发出的 强大能量波动 便知道 他来历不凡 在我吃掉一口 美味的烤鱼时 小猴馋的口水直流 甚至他的肚子 还发出鸣响 我这才意识到 他也一天没吃东西 于是我按照 山海意志里的养育方法 取出从顾贤德那里 顺来的稀有灵草 准备给他吃 我随口给小猴取名小白 并将灵草递给他 没想到 这货居然不识好歹地 把灵草拍掉 根本就不想吃 我只能拿起一条烤鱼 问他是不是要吃这个 小白一听 立刻兴奋地跳了起来 抓起烤鱼 就准备大吃特吃 就在这时 一道剑气袭来 我将小白提了起 以免他受伤 将小白搂入怀中 警惕地观察着周围 笑平天从空中落下 忘不了嘲讽我一句命的 就连魔教都没干到我 可惜还是落在了他的手里 我警报小白 问他为何总不放过我 而他落下时 随手就将小白的烤鱼 斩成两段 他阴沉着脸表示 每次见到我 他都觉得 像是丢了什么东西 只有我死他 才能安心修炼 他继续诬陷 我杀了御寿宗的长老 顾贤德下令 绝不能留我活口 小白趴在我怀里 不断颤抖 像是很害怕 笑平天也不废话 直奔我而来 但小白像是 发了风势地挣脱我 赢了上去 笑平天毫不在意小白 觉得只是一只猴子 怎么可能挡得住他 小白一拳轰在 笑平天的剑上 强大的力量 震碎了他的剑 让他倒退了树木 稳住身形的笑平天 不敢相信自己的 天红宝剑 就这么碎 剑状 我思考着小白狂躁的原因 当看到他伤心地 盯着烤鱼时 我瞬间想明白了 拿出了我珍藏 多年的烤鱼招牌大喊 全力解决它 我给你烤十条鱼 见小白还处于猛逼状态 我家大筹码 一百条 外家天天吃大餐 闻言 小白双眼 喷发出强力能量 兴奋的无以言表 强大的灵力 轰击在剑平天身上 让他感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危机 就在那千钧一发之际 我即将展下 决定性的意见 只取剑平天的幸运 可谁知 突然间 一只无形的大手 从天而降 如同神奇的阻矛 将我的建议生生阻断 话皆尚急 剑平天被小白 一击轰出数公里之外 重重撞在一棵参天大树上 整个人瘫软在地 胸口两个血窟窿 触目惊心 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惊恐与绝望 而此刻 我的目光却落在了身旁的小白身上 他正低头为那条烤云末哀 我心中一阵狂喜 这小白 竟然能力刻刘云宗的剑子 萧平天 他的实力 至少达到了万法界 我瞥了一眼 萧平天的人生面板 上面显示他 即将被上官晚所救 我知道 我必须敢在上官晚到达之前 解决掉萧平天 否则日后必将酿成大火 大喊一声 萧师兄 明年的今天 爸还没说完 一直虚幻的大手 将我重重往下一按 我的建议 瞬间天理轨迹 只是擦着萧平天的肩头划过 吓得他直接晕了过去 我无奈地转头看着来人 上官晚偏然出现 我不禁吐槽 这位大姐来得也太快了吧 好歹让我把台词说完了 上官晚摇了摇头 示意我离开 就当今日什么都没发生过 我抱全感谢 后悔无期 带着小白潇洒转身离去 上官晚独自叹息 他似乎觉得自己和红秀都错了什么 云霄阁内 顾贤德正在咆哮如雷 连他心爱的茶杯 都被摔得粉碎 萧平天跪幅在地 面如土色 失去了往日的意气风发 顾贤德一掌击出 露斥萧平天废物一本 连一只猴子都对付不了 萧平天被打得倒飞而出 口中鲜血喷涌 萧平天再次跪地求饶 请求顾贤德 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但顾贤德已经对他失去了耐心 觉得他浪费了自己太多的资源 他一脚踹出 将萧平天踢得滚出数米远 发泄完之后 顾贤德才让萧平天去疗伤 并告知他 叶楚云已经被悬赏通缉 让他不要去管 萧平天听后连连磕头 表示感谢 然后强忍伤痛离开 整理好衣物 他心中充满了对叶楚云的仇恨 按下决心一定要报 这时 一名弟子不小心撞在了他身上 萧平天的仇恨瞬间找到了出口 他一掌轰出 将那名弟子打得飞了出去 与此同时 廖昌平向顾贤德报告说 白竹青已经被抓住 顾贤德让他将李吴泽和白竹青的 证词传播出去 制造更多的舆论压力 七日后 玉兽宗山下 我带着小白 历尽千辛万苦 终于来到了这里 刚一到就听见有人在议论纷纷 原来我已经被通缉了 而且赏金竟然高达一万颗零食 我不禁感叹 这刘云宗为了抓我真是下了血本 此时 小白也有陷入沉睡的前兆 等我找到住所 就让他好好休息一下 来到玉兽宗山门前 一个狗眼看人低的家伙 阻止我禁忍 我自报姓名 并说明来意 希望他能通报一声 玉兽宗宗主 可那家伙 一听我就是通缉令上的叶楚云 立刻变得激动起来 开始叫人 众人聚集而来 无论我如何解释 这些人已经被赏金冲昏头脑 根本听不进去 甚至有人掀下手为强 出手之人 觉得李吴泽的话 就是真的 仇恨已经将此人理智吞噬 文言 我猜测李吴泽已经被刘云宗收买了 我也看向出手之人 此人 名叫孟克拓 境界达到了通幽一重 命术就一个心之口快 为了帮李长老报仇 孟克拓右手化为阴爪 空中一只魅鹰出现 释放灵气搅动空气 灵力的风属性席卷而来 我还是第一次跟通幽静的对抗 幸好 我有着冲须鬼法 可以快速移动 躲避攻击 玉兽宗的其他人 看到我能在 玉空九重的魅鹰攻击下 安然无视 无故惊叹我的实力 孟克拓不想成为宗门的笑话 他拿出了法宝困寿司 随着他口念法诀 无数丝线喷涌而出 瞬间将我捆成了一个纵组 紧接着更加猛烈的攻击袭来 我知道糟了 这次恐怕是在劫难逃 玉兽宗内部关系 如同三国沙 长老们阻挠我加入 真令人苦恼 可谁曾想 那正派的灵兽 竟然主动任我为主 这可真是天上掉馅饼的 强烈的灵力 瞬间吞噬了我 周围的人都惊得目瞪口呆 孟克拓那小子 竟然洗上眉梢 以为他把我干掉了 还一脸得意地跟大家炫耀 可就在这时 一位骑着青牛的白须老者 缓缓走来 众人纷纷败见 孟克拓一脸自大地跟宗主说 宗主您来了 我刚把叶楚云那小子给杀了 结果宗主一听 大惊失色 什么 你这小子 做事太莽撞了 我还有问题要询问于他 孟克拓连忙跪地求饶 宗主 我也是气愤他 害了黎长老 一时没忍住 这才 他话还没说完 烟尘中我倾咳两声 杀了个人就禁逐三天 这惩罚未免也太轻了吧 烟尘散去 虽然小白将带到飓风打散了 但我的上衣已经破碎 小白也陷入了沉睡 就让他在系统空间内 好好休息吧 运寿宗的女弟子们 顿时尖叫起来 纷纷花吃起 我这判若两人的变化 孟克拓也发现了 我一点事也没有 见状 老者让所有人退下 孟克拓只得无奈离开 这时我也看向了老者的人生面板 总结一句话 就是 蒋正清这个宗主 是个值得信任的人 蒋正清威严地问道 叶楚云 对于你的罪名 你作何解释 我笑了笑 从容不迫地说 宗主既然这样问我 想必心中应该是有答案的 我虽然是的天才 但也才远海静 就算偷袭 也无法干掉一个万法境长老 听到我的话 众人纷纷议论了起来 有人觉得有道理 有人选择相信李吴泽 蒋正清让我跟他去宗内 他要仔细盘问 御寿宗正殿 六名长老分别站于两旁 宗主蒋正清 坐在主位道 各位师弟 此人便是叶楚云 三长老吴伯彦 毫不客气道 依我看 不如直接就地正法 也算给离师弟一个交代 五长老一脸堆笑道 是啊是啊 这样最好 也不会得罪刘云宗 我看着了一眼 他的人生念版 原来五长老名叫赵法 命数有胆小儒数 保守主义 近期转折是重点 被威胁盗取御寿宗机密 至于大长老宁长空 和二长老段无牙 最新修炼 不过问宗门之事 剩下的四长老方言 和六长老曹玉科 都是吴博彦的人 我暗自叹息 怪不得会被刘云宗压制 原来这御寿宗 全是反贼和内奸 唯一的忠臣黎洪海 被杀了 方言叫我叹气 大喊道 你叹什么气 大殿之上 岂容你放肆 宗主蒋正卿 联邦阻止 让我说说前因后果 我拿出玉玲带 淡然说道 李长老乃是被 刘云宗廖昌平 重伤致死 吴博彦一听极了 大喊 一派胡言 刘云宗一直 与玉寿宗交好 怎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我看你分明是想挑拨两宗的关系 我递出黎洪临终托付的玉玲带 表示自己绝无半句序言 众人立马认出黎洪的玉玲带 蒋正卿知道 黎洪的玉玲带设有尽致 所有让我能从中取一物 就能自证清白 吴博彦一伙 听了全都很开心 因为他们知道 廖昌平亲眼看着黎洪死的 觉得我肯定在鬼扯 甚至催促我快点 我嘴角上扬 让他们别心急 然后灵魂沟通 瞬间 玉寿袋飞出一枚勾玉 见状 吴博彦一伙大惊 我呈上玉玲带和勾玉 说明自己 以拜黎洪为师 是他的亲传弟子 从此加入玉寿宗 六名长老神太各异 吴博彦一伙还想劝阻 可是看见赤羽重擎鸟 信物勾玉后 蒋正卿下定了决心 陆斥吴博彦等人 宣布 叶楚云 从今日起 你就留在我玉寿宗 魏央山一事 我日后定会调查清楚 我赶忙答应 心中夸赞着蒋宗主真用 觉得蒋正轻能处 吴博彦继续找茬 既然宗主一定要留下他 那也要遵守我们玉寿宗的规矩 只有通过考核 才能成为宗门弟子 蒋宗主觉得 我来自刘云宗 剑术肯定很强 但这里是玉寿宗 考核更加注重玉寿 他怕我担不起 清传弟子的身份 随后用力一捏手中勾玉 虫禽鸟从他手中飞出 逐渐恢复巨大的身躯 盘旋在大殿内 下一秒 一道冲天光束摄像空中 山下弟子纷纷听到虫禽鸟叫声 我清晰地感受到 虫禽鸟的能量 开始进入我的体内 长老们无比惊讶 因为赤语虫禽鸟 居然主动认主了 入宗考验开始 这第一关竟是喂养灵兽这样的简单任务 然而 在这简单的背后 却隐藏着暗流涌动 玉寿宗大殿内 宗主蒋正清夸赞我世纪初代宗主之后 唯一能让虫禽鸟认主之人 善于溜须拍马的墙头草长老 连忙上前恭维 蒋正清顺坡下驴 宣布到 今日起夜处云便是准长老 暂时代理离长老之前的事务 这时 吴伯燕等反贼却跳了出来 觉得我一个远海境 没资格当准长老 蒋正清以初代宗主规矩为由 力排众议 强行压下了几人的不满 散会后 蒋正清告诉我 玉寿宗人心不齐 常年被刘云宗压制 形势不容乐观 我一语道破 关键点在于即将到来的灵界大比 并且我毅然决然地表示 愿意在三个月后的灵界大比中一展身手 蒋正清语重心长地说道 你虽有重情鸟保护 但实力尚浅 一旦参赛 刘云宗必定除之而后快 我坚定地说 宗主放心 这是我深思之后的决定 就算他们不找我麻烦 我也要让他们痛彻心扉 蒋正清找来清传弟子周大茂 为我热情地介绍玉寿宗 并表示有什么都可以问他 来到玉寿宗街道上 众弟子议论纷纷 大多都是觉得我是刘云宗判主 还得到了重情鸟认主 周大茂听着这些流言蜚语 大喊道 叶楚云乃我们玉寿宗准长老 我不想再听到刚才那些话 弟子们虽然不服我 但周大茂的霸气 却让他们不敢再议论 周大茂豪爽地拍拍我的肩膀笑道 小师叔不必在意这些胡言乱语 师父说你能得到重情鸟的认可 将来一定能做大事的 我们一路来到明台山下 据周大茂所说 这里是宗门禁地 没有宗主准与禁止靠近 随后他就带着我朝着后山寿场 去观摩玉寿 看了周大茂的面板 我发现他是值得信赖伙伴 只是他也有一条黑色命数 改人相杀 他的近期转折和结局相互印证 因为他两日后发现了 照法偷窃地质土 被弟子常乐下要毒杀 当来到后山寿场 吴伯燕不知道从哪里跑了出来 开始阴阳周大茂和我 周大茂不卑不亢报权回答 吴长老 小师叔刚入门 理应前来观摩玉寿 吴伯燕冷哼 觉得我没有经过考核 不配当小师叔这个名号 其余小卡拉纷纷附和 要不是受场是吴伯燕地盘 周大茂当场就要给他两大瓜子 我连忙阻止他的冲动 表示自己来解决 周大茂提醒这是他们故意刁难 我笑道 吴师兄 不知这考核是什么流程 吴伯燕一听我上钩了 赶忙让他的弟子张红泽前来出题 这货也不客气 指着灵兽不静地说道 看到那边了吗 测试便是给灵宠喂食 我一看这货的人生面板就笑了 他即将发现不少灵宠神丹 这样送上来的好事 我自然确知不公了 张红泽指着一匹神郡的黑猎马 一脸坏笑地说道 你就喂养这匹灵兽吧 原来这黑猎马本就脾气暴躁 张红泽还经常鞭打 长期不给喂食 经过他的折磨变得越加狂暴 而且这个时候 正好是他最狂躁的时候 我不以为意 在众目睽睽下缓步来到黑猎马面前 张红泽躲在人群中 悄然释放控兽数狂躁 必要再让黑猎马更加狂暴 他却不知道 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 那匹黑猎马突然间狂暴地跃起 仰天长笑 其声震天动地 紧接着 他的前提猛地朝我砸下 带着一股势不可挡的力量 就在周大茂紧张地想要上前帮忙 吴伯燕拦住了他 其余人更是兴奋不以时 我迅速施展出玉兽爵 以安抚那匹狂暴的黑猎马 他立刻安静了下来 不再躁动 他变得温顺起来 轻轻地在我头顶蹭着 似乎在表达着对我的亲近和感激 我微笑着问道 这是否意味着我已经成功通过了考验呢 周大茂开心地向个孩童 他兴奋地大喊道 算了 那肯定算了 张洪泽难以置信地发现自己的计策竟然落了空 而吴伯燕则是惊讶地发现 我所施展的玉兽咒语 竟然比他的纵兽爵还要更为强大 我将黑猎马缰绳递给张洪泽说道 这马 我可就还你了失职 与此同时 我嘴角上扬 轻念玉兽爵攻击 黑猎马突然挣脱了束缚 他思眠连连 声音震天动地 随后猛然冲断而来 撞倒了来不及说完国粹的张洪泽 好巧不巧 这货直接落入石槽之中 摔了一个恶狗扑石 在间隙即将被人赃俱获的危机关头 这位大姐却给我来了一个爱的报报 张洪泽狼狈不堪地从石槽中挣扎起身 抬头间只见四周众人皆在讥笑他 他顿时气急败坏 大声怒斥道 有什么好笑的 朝众人发泄后 仍觉心中怒火难平 于是他操起手中的长颠 狠狠地向那匹黑猎马抽去 黑猎马毫无畏惧 仰头长丝 声音震撼人心 丝毫不给张洪泽这位所谓的主人留下任何颜面 黑猎马的前蹄刚刚稳稳落地 便猛地撅起后蹄 带着雷霆万钧之士狠狠灯榻而出 张洪泽反应不及 被其踢重 痛得他面色骤变 情不自禁地喊出了一个望 字 声音中充满了痛苦与惊恶 黑猎马挑衅般地转过头 仿佛在欣赏自己的杰作 张洪泽重重地摔在地上 艰难地吐出第二个子 声音中充满了愤怒与无奈 出乎意料的是 这匹黑猎马一脸坏笑地再次撅起那硕大的臀部 紧接着只听哭的一声 一股浓郁的黑烟从其后腿间喷波而出 倒在地上的张洪泽 被迫迎面吸入了那股黑烟 他的眼睛瞬间变得空洞无神 嘴角溢出白沫 最终无力地晕了过去 整个人显得异常狼狈 吴伯燕等人这才如梦初醒 匆忙上前想要协助张洪泽 经过一番仔细检查 吴伯燕满脸怒涩地转向我 大声质问道 姓叶的 我徒弟现在下半身废了 一定是你搞的 我毫不示弱地回怼道 是我做的 怎么了 这笔是项目和灵兽都是他选的 出了事 后果也得他自己接下 我带着一丝笑意 继续说道 这御兽能力也比过了 吴师兄若是觉得还不过瘾 还可以再试试 吴伯燕被我气得哑口无言 只得转身招呼他的人准备离开 我再次开口 声音中带着一丝细血 吴师兄 慢走不送啊 周大茂笑着对我说道 叶小师叔 你这张嘴真是得理不饶人啊 我沉申回道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罢了 两日后的夜里 明台山明阁外 我潜藏在草丛之中 目光紧盯着那座宏伟的建筑 我深知 明阁之内存放着 预售宗众多珍贵的资料 突然 一道身影快若闪电 瞬间击倒两名守卫 我知道是照法来了 准备在走近些看看时 有人拍着我的肩膀问道 叶楚云 我扭头望去 只见一位美女站在我面前 我迅速通过系统调出她的人生面板 徐妙云 通幽九重敬 命述竟然有生兵制造者和断气大师 这个名字让我想起玉林代理由给她的信件 连想到这里我知道 这美女是李长老的老情人 还是个断气大师 这不得好好拉近一下距离 我笑着取出信件说道 李长老曾经提到过 预售宗有一位徐妙云长老 温婉美丽 财运兼备 知书达理 刚才看到您的瞬间 我就觉得您一定就是徐长老了 徐妙云一听这马屁 脸一红 问道 他居然和你提过我 我赶忙递出信件说道 这是黎红长老临终时让我交给您的 徐妙云知道这确实是黎红的亲笔性 谢过我后 他疑惑地问道 不过这么晚了 你在这里做什么 徐妙云都以为被发现了 徐妙云都以为被发现了 徐妙云更在将我头送入怀中 以免我发出声音 好吧 就是为了不让我发出声音 然而啥也不知道的周大茂却笑着走了过来 反问赵法道 赵长老 你怎么在这里 这个男人想要诬陷我 没想到我竟然安全回归 还拉着一个俘虏 赵法故作镇定 转身笑道原来是大茂啊 这么晚了来明格所为何事 周大茂的回答干脆利落 奉世尊之命 特来明格取悟 但就在下一秒 周大茂的视线突然凝固 他惊愕地发现守卫已经瘫倒在地 显然是被击晕了过去 他瞪大了眼睛 指着守卫 声音因震惊而显得有些颤抖 长老 你看那侍卫 不等周大茂将话说完 赵法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事 一记手刀精准地击在了他的后脑上 周大茂的眼前一黑 身体瞬间失去了控制 直直地向后倒去 最终陷入了昏沉的黑暗之中 赵法取出一枚丹药 轻轻地将丹药喂入周大茂的口中 同时低声自语道 为了防止被宗主发现 只能让你忘记上山之后的事情 我与徐妙云悄无声息地隐藏在茂密的树丛之后 窥视着赵法的一举一动 直到赵法渐行渐远 最终消失不见 我才悄悄走了出来 伸出手 轻轻地摸了摸周大茂的鼻息 感受着那微弱而稳定的呼吸 确认他还活着 我的心中稍微松了一口气 徐妙云轻轻舒展了一下身姿 嘴角勾起一抹细血的笑意 轻烈地说道 赵法胆小如鼠 不敢杀人 更何况是宗主的亲传弟子 应该是利用丹药 除去了周大茂的记忆 在临别之际 徐妙云轻声对我说道 若有事情需要帮忙 不妨去炼气堂找我 他的声音中 透着一丝柔和与亲切 让我感受到了他的诚意 同时 他还特意感谢 我把那封信交给他 回到玉兽宗街区 我搀扶着 仍处于炫运状态的周大茂 他另一只手 捂着疼痛的脑袋 感谢道 劳烦叶小师叔送我回来 我关切地问道 大茂兄客气 方才你怎晕倒的 还有印象吗 周大茂眉头紧锁 有些迷茫地回答道 不记得了 就在这时 一名弟子手捧一瓶酒 匆匆走来 叫住了我们 周师兄 怎么才回来 等你半天了 周大茂一愣问道 常乐 这么晚了找我什么事 常乐 作为照法的清传弟子 此刻面带笑容 但笑容中 却透露出一丝不好意思 他双手捧着酒瓶 站在周大茂面前 显得有些局促不安 瞥了我一眼后 常乐吞吞吐吐吐地说道 有点私事想 单独和周师兄请教一下 见状 我自觉不便打扰 便连忙向周大茂打招 既然如此 天茂兄我就先回去了 周大茂笑着回应了一声 好 其实 我心中早已明白 常乐便是导致周大茂 未来命运转折的关键人物 不过如今 我只能祈祷着周大茂能避过此劫 亲 如果你对周大茂的命运轨迹感兴趣 不妨去查看一下第31集 那里详细展示了他的人生面团 或许 你能从中发现更多 关于他和他身边人的秘密 我心情轻松地哼着小曲 步伐轻快地朝自己的住处走去 刚想伸手推开房门 却突然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 我疑惑地转头看去 原来是张洪泽带着两人 从房顶跳了下来 嚣张地大喊道 叶楚云 让你之前戏弄本尬也 为首的张洪泽 脸上挂着一抹狡黠的坏笑 眼中闪烁着很厉的光芒 他恶狠狠地说道 今晚就是你个死气 我不以为意地笑了笑 对于张洪泽这种欺软怕硬的性格 我早已心知肚明 我淡然地瞥了他一眼 轻聊淡喜地说道 还真是要来就一起来啊 一日 郑务堂 玉寿宗高层齐聚一堂 一名弟子急匆匆地走了进来 报告道 回禀宗主 周师兄被人毒害 已经弃绝 而且叶楚云诗书也不见了综艺 闻言 蒋正清只感觉头痛欲裂 陈生吩咐道 快去找 我要见人死要见尸 吴伯燕同样一脸愁容说道 明阁昨晚被盗了 到现在都还不清楚丢的是什么 现在周大冒佑 这可如何是好啊 蒋正清强忍着心中的不适 说道 丢的是灵界的地质堪于图 其余长宝大惊失色 而赵法则紧握拳头 守心中的汗水尽失了掌心 他心中慌乱不已 刻意躲避着众人的目光 生怕被看出端倪 吴伯燕瞪大了眼睛 夸张地大喊道 这可不得了啊 地质堪于图乃是灵界大比的地图 四大宗各持四分之一 这要是丢了 我们御寿宗还有什么地位可言啊 站在吴伯燕一边的长老立马附和道 叶楚云这个时候失踪也是蹊跷 说不定他就是流云宗派来的奸细 这会儿带着地质于图为罪潜逃了 吴伯燕继续故作悲痛 满脸哀伤地说道 真是对不起宗门仙辈 要不是师兄一时心善 坚持将叶楚云留下 也不会酿成如此大火 完了呀 我们御寿宗全完了呀 徐尿云才不惯着他们 语气坚定地说道 昨晚我亲眼所见 赵法打晕首位弟子进入民阁 随后赵法遇见周大茂 并为周天茂吃了断念丹 至于周大茂的死 徐尿云话还没说完 吴伯燕立马跳了出来说道 徐尿云师妹此话何意 可有证据 赵法也忍不住站了出来 他面色铁青 声音中带着几分颤抖和愤怒 大声喊道 血 血口呸人 你一个妇人知道什么 为了给叶楚云开脱 竟然故意诬陷于我 吴伯燕立刻抓住机会 火上浇油地嘲讽道 是啊 徐尿云你维护叶楚云 该不会因为他被黎红收作弟子 你就把那些心思转移到了他身上吧 徐尿云也懒得与吴伯燕一伙 多做口舌之争 他直接从怀中拿出流向水晶 冷坑一声道 确实光说无凭 看看这个呢 蒋正清这个宗族 这时候说道 赵师弟 这么多年 我最知道你的幸福 你不会做出这等背叛师门的事情 文言 赵法突然双腿一软 直接跪在了蒋正清面前 声音颤抖地求饶道 师兄 吴伯燕听到赵法的求饶 脸上顿时露出惊讶之色 他急忙撇清关系 语气中满是愤怒和失望地说道 赵法 你好大的胆子 竟然偷到宗门地图 亏我还这么信任你 你到底是什么企图 就在这时 一位英俊潇洒 风流倜傥的青年 与周大茂并肩走了进来 这位青年正是我 而我的手中还紧紧拉着 一个被捆绑得结结实实的身影长了 吴伯燕猛啊 连忙询问怎么回事 张洪泽小声说道 我们昨晚擒住叶楚云 给他喂了毒药 还把他扔到后山狼窝里了 他不可能还活着 我笑咪咪地说道 恐怕要叫你们失望了你们的那点毒药 还毒不死我 其实我知道是吊坠的原因 我才百毒不清 吴伯燕忽然脸色一变 假笑道 叶楚云 你在说什么 到底怎么回事 你细细道来 周大茂愤然将长乐如破骨般扔至众人面前 怒目远征地控诉道 昨夜 我偶遇照法从明格鬼鬼祟祟地出来 若非叶楚云提前提醒 我险些被长乐这次毒死了 听到这话 但凡正常人都知道怎么回事了 蒋正卿看向照法 问他还有什么可说的 照法无体投地地趴在地上 赶忙说道 宗主可还记得 徐灵 蒋正卿大惊 问道 他不是已经死了吗 照法眼见无法辩解 大喊道 没错 但我听闻刘云宗有一秘术 可开墨渊之界 引渡死去的亡魂 我没想到照法竟会为心爱女子冒险至此 于是我提醒道 照长老 刘云宗以剑术著称 学无此类秘术 即使有 他们也不会给你 只会利用你瓦解御寿宗 蒋正卿望着照法 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 长叹一声道 赵师弟 我只问你一句 地质堪于图现在何处 照法如同失去了灵魂的躯窍 低垂着头 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回答道 我给吴师兄啊 经常和大嘴聊天的都知道 冷不丁的他就直接开吞吞噬模式 接上集 照法进一步交代 吴伯燕就是负责与刘云宗进行联络的关键人物 吴伯燕一听此言 愤怒地斥责道 照法 你真是好狠毒的心 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 你要这样迫害我 我面带嘲讽的冷笑道 吴伯燕 你不承认也没关系 毕竟这么短的时间内 那份地图应该还没来得及送出去吧 稍后让戒律堂介入调查 届时一切自然会水落石出 吴伯燕赶忙朝蒋正清控诉 你就纵容这么个矛头小子污蔑我 居然还要让戒律堂的人来搜我 蒋正清也不惯着他 师弟 事关宗门未来 搜一搜证明你的清白又有何妨 闻言 吴伯燕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不安 该死 这蒋正清是要除掉我的呀 他突然转头 眼中闪烁着凶狠的光芒 朝我猛扑过来 怒吼道 臭小子 你算计我致辞 今日老夫即便是死 也断不能叫你好受 就在吴伯燕掌风袭来时 周大茂迅速闪身挡在了我的身前 吴长老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在正殿行凶 吴伯燕眼中闪过一丝疯狂 他加重了掌中的力量 正殿行凶又如何 等到戒律堂的人来了 老夫怕也难逃一死 周大茂如同一只被狂风卷起的落叶 瞬间被猛烈的掌风狠狠砸飞了出去 他的身体在空中划过一道抛物线 最终重重地摔落在远处的地面上 吴伯燕再次凝聚力量 朝我猛烈袭来 口中狠力地咆哮道 你们不是还妄想利用这小子振兴御寿宗吗 今日我便断了你们的念头 我下意识地抬起双手进行格挡 几乎在同时 一股金色的灵力凝聚成一道坚实的屏障 将我紧紧笼罩其中 吴伯燕的掌风猛烈地撞击在金色屏障上 却如同撞上了铜墙铁壁 无法靠近我分毫 吴伯燕瞪大了眼睛 脸上写满了不可置信 这 这怎么可能 而我的肩头正站着满眼怒火的小白 我疑惑地看着他 小白 你怎么出来了 突然 小白双眼中射出两道璀璨夺目的金色灵力 如同两道金色光芒直射吴伯燕 被击中的吴伯燕一口鲜血喷涌而出 大长老纷纷议论起来 看到了吗 这小子的灵宠不对劲 不是御兽 没错 能击伤吴伯燕 应该是万法劲 叶楚云一个远海劲如何驾驭 难道是 大长老和二长老同时想到了一个可能 那就是 灵宠认主 吴伯燕怒不可恶 不可能你去去远海劲 如何挡得下我这一招 给我去死 蒋正清剑状 大手猛的一挥 顿时无数道金色锁链 如同离弦之剑般击射而出 吴师弟 不要再执迷不误了 吴伯燕被那无数金色锁链捆得结结实实 他此刻只能愤怒地挣扎 但无论他如何努力 都无法挣脱那金色锁链的束缚 我一脸好奇 这是什么好东西 万法劲都能捆住 徐廖云解释 这是昆元锁 阴阳镜之下都能被制服 专门用来对付高阶万法劲 吴伯燕不满地咆哮 蒋正清 你居然用昆元锁捆我 刘云宗不会放过你的 蒋正清背负双手 很是无奈 吴师弟 刘云宗何时放过谁 我们只能主动迎战 将他带下去 此等背弃宗门之人不必再留了 蒋正清转身看向赵法 至于赵师弟 你痴心一片才误入歧途 终生闭关思过吧 日日后悔自已犯下的过错 这就是惩罚了 蒋正清一脸和善看着我 好了 说说你吧 这次的事情还好你及时发现 这才没有酿成大祸 你可有什么要求啊 我双手抱拳也不客气 弟子有意参加灵界大笔 在这之前想要打造一些宝物 线下正缺一些材料 蒋正清很是豪爽 好 我可以给你 此乃宗主令牌 有此令牌你可以去御寿宗藏宝阁 寻一些合适的材料 此外 你还可以去藏书阁看看 或许有你用得上的东西 我连忙谢过宗主 大长老在一旁羡慕不已 毕竟他都没机会进藏宝阁 更别说从里面拿东西了 出了正殿 徐妙云问我真要去参加灵界大笔 我一副信心十足的样子 当真 我跟刘云宗的恩怨 刚好可以在灵界大笔清算 见我执意要参加 徐妙云也不好说什么 只是满脸关心 你想要打造宝物的话 可以到骑山找我 我一脸兴奋 哇靠 今天真是好事连连啊 早就等你这句话呢 御寿宗藏宝阁悬于几大主风之间 下面就是万丈深渊 周大帽带我走上了 唯一通往藏宝阁的吊桥 小师叔可要小心 这深渊里有一条茉梨河 万物难度 文言 我心中一惊 连忙紧紧抓住摇晃的吊桥 小心翼翼地保持平衡 生怕一个不慎就会掉下去 好不容易来到门口 望着高耸露云的藏宝阁 我就感觉到了一股强大的气息起来 一个浑厚的声音响起 进来吧 不过 你只能带出三样东西来 我有点不满 什么 居然只能拿三样 那个声音再次响起 这藏宝阁已经有近六百年 不曾给人开过了 往前数 也不见有人能带走三样宝物的 你小子可别贪得无厌 我心想 这前辈脾气也太大了 不过 赶忙双手作一 晚辈失言 请前辈恕罪 那个声音依旧不客气 少废话 进来吧 下一秒 还不等我反应 一股巨大的犀利强行 将我往藏宝阁里拽去 随着大门关闭 留下一脸猛的周大茂 我们宗门还有这么霸道的前辈啊 经常去古境地的都知道 一定要按时回归 不然就会被困在其中 无法脱身 话阶上级 半个时辰后 我从藏宝阁中走了出来 周大茂一脸疑惑 小师叔 这么快就选好了 面对这位热心的大师兄 我耐心解释 只有这件悬天蚕丝甲 是我自己选择的 另外两件都是出现了某些感应 主动选择了我 所有很快就出来了 这时那道浑厚的声音再次响起 小家伙 病气倒是不错 天蚕丝甲乃是真气级别的宝物 以你现在的实力无法发挥其功效 不过单纯的防护口径够了 我赶忙双手作一 多谢前辈指点 不知这另外两件宝物是何作用 那道声音有些生气 藏宝阁这么多宝贝 怎么可能每件都知道 行了 东西都拿了 快滚吧 我和周大茂面面相去 这前辈变脸也太快了吧 无奈指的原来反悔 就在我们离开后 一道身影出现在藏宝阁门口 正是那道声音的主人 真是有趣 是妖令 八戒塔 尘封了这么多年 竟然被一个远海经的小家伙给取走了 不过 这么多年过去了 不知还剩多少固人 骑山练灵格 一大堆材料被我一股脑倒了出来 徐妙云不由惊叹 千年魔胶的脚 还有筋骨 灵片 一只千年魔胶 修为打底都得是阴阳镜 你这小子走得什么运 我黑黑一笑 那居然受了伤 我算是在未央湖中捡了一个漏 徐妙云一态万方的坐了下来 他优雅的端起茶杯 清领着茶水 神情自若 随后 他缓缓开口 声音平和而又不失威严 说说吧 你准备做什么 见状 我脸上立刻浮现出讨好的笑容 小心翼翼地为他捶腿 口中恭敬地说道 前辈愿意帮忙已经是感激不尽 只要晚辈能用得上 哪敢有什么要求 徐妙云坏笑着瞄了我一眼 既然如此 做好了我自会叫你 告诉蒋正清 这些时日我这里不会渴 谁都不准过来 被丢出来的我一脸无奈 只能敢叹 这个女人还真是琢磨不透 就在我离开后 多年不曾有过的铸铁声 不断在骑山回荡起来 正殿里 御寿宗高层齐聚 大长老忍不住夸赞 你能让徐长老再度出山 果然有些真本事 我恭敬回荡 我曾向徐长老表示过 参加灵界大笔的决心 徐长老看得起我 也是寄希望与我为御寿宗 赢下灵界大笔 谈及灵界大笔 蒋正清念路优色 此赛百年一度 关乎大叶皇朝四大宗门的选拔 胜者瓜分灵脉矿产 荣耀非凡 败者亦不甘示弱 每逢此日 皆浅精锐栗战 以图翻身 四大宗门之席 竞争异常激烈 蒋正清心中忧虑不已 灵界本身蕴藏着丰富的机缘和宝藏 但同样也遍不现危急和异兽 我们要做的就是 在灵界中斩杀更多更高境界的异兽 以此赢得比赛 灵界的堪于图分别在四大宗的手上 一般情况下 各宗门弟子都会在自己所了解的地盘上行动 只有实力高强者 才会试图攻破其他地方 寻找更高等级的猎物 虽说比赛不以互相残杀为目的 但为了赢得比赛 任何的手段阴招都可以使用 烧不留神就有可能命丧灵界 更何况你现在是众矢之地 听闻此言 我深知无论是为了自己的成长 还是为了替离长老报仇血分 我都绝无退缩之力 因此 我郑重地宣告 我非去不可 蒋正清一脸欣慰 好 我御寿宗会将一切资源倾注在你的身上 我与众长老已经商议过了 将重启古境地 二长老见我未曾听闻古境地 便有些不满地解释道 此乃上古战场残骗 被御寿宗前辈开辟成空间 藏有强怪与能量 然每次开启 皆需耗费我们数年修为 为真夜处云 真的值得吗 大长老安慰道 临界大笔各宗御空境上者 仅限两人参战 若此子能生至原海九重 配合重情鸟之力 便相当于御空境 我们极有三名御空强者 占尽优势 如此 我们翻身的机会大增 文言 二长老虽有不满 但也不敢再多说 蒋正清突然一脸担忧 只是这股境地也异常危险 九死一生 我坚决回道 我愿意一试 两日后 御寿宗后山 蒋正清再次叮嘱 记住我说的 古境地聊无比 园界之内的异寿 大多实力都在内原和原海境 园界之外则异常凶险 万万不可踏入 我点头答应 蒋正清一声令下 四位长老迅速行动 开始不振 五人皆用尽全力 灵命汹涌汇聚 以他们为中心 直冲云霄 只见金光璀璨 一团耀眼的光芒 在空中熠熠生辉 气势磅礴 金光渐渐凝聚 化为一道悬浮于空中的空间裂缝 蒋正清抬手一指 我即刻朝着裂缝飞去 身后传来他沉稳的声音 一个月后 古境地将再度开启 届时 你必须返回此处 强大的吸力犹如无形巨手 将我猛然拉向裂缝 我稳住身形 努力对抗那股力量 同时朗生硬道 是 我明白了 就在我进入裂缝之际 一柄断剑突然擦身而过 带起一阵凌厉的风声 我惊恶回首 心中涌起一阵疑惑 那是 断剑 想到刚才那把断剑上气息很不一般 恐怕大有来头 为了不影响到这次试炼 我停了下来 悬于虚空 点开自己的人生面板 果然 命树栏中除了前路茫茫与一线生机外 更有一条醒目的黑色命树 命中遭解 且此节竟无法预测与规避 近期的转折更是招式 一个月后我无法开启通道回归 至于我的结局 竟变成了被荒谷异兽恶族所杀 经常被异兽追杀的大佬都知道 烤着吃肉质更加鲜嫩多汁 回味无穷 话皆上级 当我再次睁开眼 已经来到了补禁地 不过怎么看着像一座废弃的军营 按照系统说法 一个月后回到御寿宗的通道将无法开启 看来在修炼之余 尽早找到出去的办法 经过一番仔细搜寻却仍无所获后 我最终走进了主杖之中 一眼望见尘封的座椅 诉说着岁月的故事 桌上一本旧书静静躺过 仿佛期待翻阅 我快步上前 轻捧书卷 准备窥探其中奥秘 细细浏览过后 我发现这是一本记录册 看样子 应该是出现了一些无法应对的强大异兽 给这里的军队造成了威胁 使得他们要逃离到那个境地 就在这时 一张泛黄的纸张意外地从书中滑落 轻轻飘落在地 我赶忙将其捡起 原来是一张地图 地图右上角的混沌境地特意被圈出来 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 记录册上提到的逃生境地 将地图收好 我清楚要想前往混沌境地 路程不仅很长 还很危险 在这之前 还要想尽一切法子让自己变得更强 幽鬼密林中 隐约能看见远处刀锋般的山 听见不时传来的野兽嘀吼声 我警惕地观察着四周 一股浓郁的血腥味引起了我的警觉 自进入这片区域以来 我便察觉到有某种不明生物 一直在暗中盯着我 感觉这地方有点刺激啊 下一命 一道灵力的攻击如闪电般直冲我而来 幸好我反应训解 及时躲避 才侥幸避免了受伤 当我看清敌人时 不由一惊 一只体型庞大的蜥蜴突然出现在眼前 他双眼闪烁着红光 吐着性子 显得异常凶猛 那粗壮的四肢上 锋利的爪子闪烁着寒光 这正是令人闻风丧胆的死亡之爪 山海意志上有过这家伙的记录 他通常是在阴暗的角落躲藏起来 追求一击必杀 看来是埋伏很久了 就在等我靠近 死亡之爪再次抱起 他那庞大的体型 似乎并未影响到他进攻的次元 面对这凶猛的异兽 我迅速做出反应 向后退去 试图拉开与他的距离 可这波速度实在太快 我只好挥动寒颜剑勉强抵挡 刚一接触 一股巨大的力量传来 震得我手臂发麻 几乎无法握住剑柄 我立即转身逃跑 心中暗自思量 以我的修为境界 这只异兽应该只是内缘八重镜左右的实力 按理说并非我的对手 难道是这股禁闭中的肃杀之气 让这些生物得到了某种强化 变得更为凶猛了吗 一阵兮兮苏苏的响声在灵间回到 我心头一惊 这东西可没有单独进攻的习性 那灵子里估计数量不少 念几次 我迅速调转方向 身形猛然跃起 决心速战速决 尽快摆脱这危险的境地 我熟练的施展大和剑法 体内蓬勃的灵力汹涌而出 裹挟着强横的剑意 瞬间凝聚成一道灵力的能量 这能量犹如一道灵力的流星 划破长空 直击前方的异兽 一击得手后 我毫不犹豫地迅速顿走 避免与异兽过多纠缠 但人算不如天算 就在我试图逃离之际 大量的死亡之爪迅速聚集而来 他们穷追不舍 仿佛要将我置之死地而后快 我深吸一口气 再次凝聚剑意与灵力 施展出清源剑法 顿时 无数剑影在我身边缭绕 宛如一片剑的海洋 闪烁着寒光 散发着灵力的气息 我大喝一声 却伴随着我的声音 那些环绕在我周围的剑影 仿佛得到了命令 雀跃着飞了出去 化作一道道灵力的剑光 直刺向那些穷追不舍的死亡之爪 毫不留情地在他们身体上飞舞 切割开他们那硕大的身躯 将他们分割成一段又一段 每一击都像是精确的手术刀 深深地刺入他们的身体 让他们痛苦地惨叫起来 寒异剑插入地面 我大口喘气 以我现在的体能 施展一套大合剑法和青原剑法连招就会乏力 这次禁地修炼的重点就从体能着手 三日后 我大喊一声 来啊 孙子 我的声音在灵中回荡 仿佛激起了这些异兽的愤怒 他们疯狂地朝我奔袭而来 咆哮声震天动地 突然 一只异兽从密灵中猛然窜出 它嘶吼着朝我袭来 声势惊人 我反应迅速 身形高高跃起 巧妙地避开了它的攻击 落地之后 我迅速调整呼吸 聚集体内灵力 一股强大的力量在体内涌动 我紧握双拳 猛然向前轰出 释放出威力惊人的蛮力拳 震得周围空气都为之颤抖 那只异兽像是被无形的重锤猛然击中 身体不受控制地倒飞出去 巨大的冲击力 使得它撞向那些正在奔袭而来的其他异兽 一时间 异兽们如同多米诺普牌般纷纷倒下 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 场面一片混乱 蒋正卿看着光幕中的我 哈哈大笑 哈哈 这小子不错 大长老摸了摸胡须赞许 肯吃苦 又懂得弥补自己的短处 蒋正卿很是赞同 确实 如今在这浮躁的大环境里 如果这种人最终成长起来 可是很恐怖的 我细致地解剖着这些异兽 心中不禁赞叹 虽然这些怪物危险异常 但他们的肉质却相当美味 最近吃这些肉 感觉身体不但强健了 似乎还多了一些 肃杀之气 这些好吃还能提升能力的肉 让我想起了沉睡的小白 如果他醒着肯定很喜欢吃 不过现在还是先让他好好休养吧 经常看金刚大战哥斯拉的大佬都知道 御棒相争 鱼翁不一定得力 化阶上级 进入古境地已经第八天了 死亡之爪对我来说已经没什么危险了 经过这几日的实战 大多情况下已经不用催动原力 青原剑法跟大和剑法 以及万花剑法也有了融合的迹象 只是还需要再进行些验证 沙内剑 远处骤起激烈的打斗声 我立即警觉地寻声而去 眼前的景象令人震惊 一只幽魂蟒 一只赤尔元侯正在殊死磨杀 幽魂蟒凭借其强大的实力明显占据上风 它身形矫健 缠绕着赤尔元侯 几乎将其完全束缚 在我看来 远海巅峰的幽魂蟒 正是一个绝佳的试炼对象 让我有机会一视新领悟的剑法 机智的我迅速抱起一块重达100克的石头 巧妙地将其投向了 正在激烈缠斗的两只巨无霸 被砸中的幽魂蟒 哪里受过此等屈辱 用那巨大眼睛 想要看清谁这么嚣张 我趁机大喊道 大蛇 别欺负弱小了 有本事 跟我玩玩 来打我呀 赤尔元侯找出的时机 抓中幽魂蟒的七寸 就是一顿输出 感觉被无视的我继续嘲讽 喂 你们看视频都不点关注是吧 幽魂蟒转头 就是一口浓谈吐的 我敏捷地后退几步 我去 居然用毒攻击我 是他偷袭你 你也没必要怨我吧 瞬间 浓郁的毒物如洪水猛兽般 迅速扩散 整个区域被一层 朦胧的雾气笼罩 视线所及之处 变得模糊不清 我不禁咳嗽几声 还还好家伙 竟然用毒物来遮蔽身形 不过 毒对我无效 而且你们两个的杀气这么重 想遮蔽身躯也不可能 我静下心来 深吸一口气 全神贯注地感受着周围的杀气 果然 两头巨兽厮杀的身影 在雾气中愈发清晰 他们散发出的杀气 犹如实质 凌厉而刺骨 既然这两货都不理我 那就让我直接参与其中 我迅速凝聚其体内的元气 将其转化为剑翼 身后一条巨龙腾起 幽魂蟒像是感受到了元气波动 朝我看来 下一秒 我释放的剑气瞬间迸发 犹如一头自九天之上 俯冲而下的巨龙 我挟着无尽的威势 直扑两头巨兽而去 剑气所过之处 空气仿佛都被撕裂开 发出尖锐的呼啸声 昭示着这一击的淋漓与恐怖 我从空中落下 身后两头巨兽薄杀之地 只剩下一个深不见底的巨大坑洞 看着我的杰作 我很是满意 这一剑将大开大合的大合剑 可对元气控制要求及的 清源剑法完美结合 不仅使剑气的消耗大幅减少 更在威力上实现了质的飞跃 这时 用剑挡住攻击 大蛇没死吗 我很是疑惑 刚刚他们的气息明明已经消失了 然而 当我再次明视那个巨大的坑洞时 却发现只有赤耳猿猴一动不动躺着 不过 雾气中一双星红的双眼突然亮起 幽魂蟒蛇性吞吐间 他的目光中透露出一丝似笑非笑的脚下 紧紧地盯着我 仿佛在嘲笑着我的无知 但我惊讶地发现 他口中竟插着当初那柄断剑 难怪怎么都没找到原来被你吞了 在我愣神的片刻 幽魂蟒蛇敏捷地扭动着庞大的身躯 迅速逃离了现场 想到那把断剑 我意识到这绝非寻常之物 必然大有来逃 因此 我绝不能让这幽魂蟒轻易逃脱 必须将其追回 一探究竟 我跃身而起追上逃窜的幽魂蟒 紧握手中长剑 毫不犹豫的一剑刺入他的身躯 给我停住 寒颜剑虽然插进了他的身体 但随着他的剧烈摆动 我被无情的左右甩动 仿佛置身于狂风暴雨之中 难以保持平衡 幽魂蟒似乎敏锐地察觉到了我的尴尬 他开始更加剧烈地扭动身躯 而我只觉得天旋地转 眼前的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 几乎就要失去意识 御寿宗大殿之中 蒋正清一拍椅子 猛然站起 看着投影说道 不好 幽魂蟒逃窜的方向 是元界外面 大长老和二长老也赶忙劝说 宗主 以叶楚云现在的实力 还不足以到达元界之外 要不要打开古境地 蒋正清长叹一声 哎 唯有如此了 大殿外 蒋正清拱手说道 有劳各位师弟 请客间 空间剧烈扭曲 仿佛被无形的力量撕裂开一道巨大的裂缝 古境地的入口赫然显现 下一秒 所有长老和蒋正清都不约而同地喷出了隔夜饭 望着空中迅速闭合的裂缝 众人都猛了 这是怎么回事 蒋正清清晰地感觉到与古境地的神秘联系 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无情地切断 心中顿时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 叶楚云恐怕凶多吉少了 这个糟老头强得可怕 他的面板信息竟全是问号 更有一个特殊爱好 喜欢看我这样的大帅逼穿张王符跳舞 画街上级 幽鬼密林深处 搞错了 再来 带着我玩飘移的幽魂蟒自己先晕车了 跳着海草舞一路随波飘摇的我 却依旧坚强 快把剑给我 补出来 幽魂蟒一脸悲愿看着我 吓一秒 吓一声 他去年吃的老死粉都吐了出来 吓得我连连摆手 喂 你别在这里吐啊 吐到小朋友怎么办 就算没吐到 吐到花花草草也是不对的呀 然而我张大嘴说话时 好像吸到了毒气 更悲催的是掉坠的药性好像失效了 在我即将陷入晕厥的朦胧之际 一道身影突然闯入我的视线 将幽魂蟒击退 我努力抬头想要看清来人 只见一道全身冒着绿光的身影 正用一双星红的双眼看着我 当我再次睁开眼 猛地坐了起来 大头喘息着空气 摸了摸完好的身体 还 还活着 一道陌生的声音响起 醒啊 这东西是你的吧 一个东西被扔了过来 我赶忙接住 定眼看去 原来是那柄断剑 陌生声音的主人这时走了出来 你追着那只幽魂蟒不肯撒手 不就是为了这个吗 我一脸诧异地看着白发苍苍的老头问道 你 你是谁啊 闻言 老头一脸坏笑 我呀 一个很久没有闻着人味的 寂寞地遭老头罢了 一丝不挂动 看着他的笑容 当时就怒了 我的衣服呢 老头不以为然捏着鼻子 衣服太臭 我扔掉了 老头恢复严肃 说说吧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这幽鬼秘灵已经很多年没出现过人类了 我盘西尔做解释道 我是御寿宗的弟子 来股经地为了修炼 但是元界那边的入口遭到了破坏 前辈既然在这里多年 可知道离开这股经地的法子 老头若有所思地摸着胡须 离开的方法呀 我不断点头 顺便读取他的人生面板 然而他的人生面板竟然出了一个名字 叶成空 其他全是问号 目前为止我能看到的最高境界是阴阳镜的红袖 这说明老头肯定高于阴阳镜 这是叶成空特别嚣张的笑道 打我一掌 我就告诉你 想到他恐怖的实力 也许他真的知道离开的方法 但我肯定打不过他呀 我笑着回道 前辈 我只是一个小小圆海镜 肯定打不过你 还希望前辈不要为难晚辈 给晚辈纸条明路 叶成空丢给我一件衣服说道 算你还有点眼力价 既然打不过我 就留下来陪我吧 哈哈哈哈 当天晚上密林中一阵响松 叶成空带着我蹲在草坟中 不明所以的我问道 前辈 我们这是要做什么 叶成空笑着解释道 狩猎 不然晚上吃啥 然后他一脸神秘地说道 幽鬼密林里的异兽 都是经过强化和改良的特殊种类 需要用特殊的方法狩猎 文言 我嘴角抽出了一下 感觉是面板显示错误 因为这老家伙太不靠谱了 怎么都不像一个强者 这么多年感情就研究这个 突然 叶成空很是紧张 嘘 来了 这是赤笑螳螂 算是在远海静逆寿中难缠的一个 体表异常坚硬 防御力强悍 还拥有着恐怖的速度和破坏力 老头一脸渴望地继续说道 对了 他的肉质极其鲜美 我们能不能饱餐一顿 就看你的了 随后这遭老头竟笑着把我推了出去 我只能按照他的方法扭动了起来 只是感觉怎么怪怪的 这能管用吗 他居然还给我竖了一个大拇指 放心吧 对此我只想说 我放你个大可爱 这动作太羞耻了 赤笑螳螂才不管你那么多 一个剑步就冲了上来 这么骚的操作不消你才怪了 面对袭来的赤笑螳螂 我拔腿就好 这个老家伙 居然打我当猴耍 然后我反应够快 不然就被撕成了肉干 因为这赤笑螳螂速度快得恐怖 逃跑的同时 我顺势就是一套轻圆剑法丢出 赤笑螳螂丝毫不惧 他轻盈的舞动那双锐利的臂 仿佛是在跳跃的火焰中穿梭 轻松地化解了我凌厉的剑气 甚至显得游刃有余 我暗中观察着他的弱点 腹部没有硬甲 我可以弄他下牌 旋即 我纵身一跃 只取其腹部要害 我紧握剑柄 眼中闪烁着绝然的光芒 力声喝道 看我这一剑 定能刺穿你的防线 随着贝尔玉龙的撞击声响起 寒颜剑与甲翘发生了激烈的碰撞 甚至摩擦出了刺眼的火花 赤翘螳螂依旧毫发无损 叶成空坐在树上干淡开口 赤翘螳螂的双腿无法完全地闭合 倒拿剑柄 尝试像是勾拳一样 从下往上 用你的剑锋展开它 听到它的指点后 我迅速调整姿势 将寒颜剑倒转 深吸一口气 大喝一声 用力加剑锋刺入 赤翘螳螂双腿之间的缝隙 然后我施展出青原剑法 从下往上凌厉地挥出 剑气如龙 在赤翘螳螂的腹部 留下了一道触目惊心的巨大伤口 大量绿色枝叶不断从中涌出 我依旧紧握剑柄继续用力 当我以雷霆万军之势 从另一侧抽出寒颜剑时 原本蜷缩成球的赤翘螳螂中央 青原剑气骤然闪烁 仿佛星辰破晓 紧接一声震耳欲聋的枝叶爆开声响起 赤翘螳螂的体验四溅 我躺在地上 贪婪地呼吸着空气中 弥漫的清新与胜利的喜悦 这时夜城空骨着长走过来 不错不错